几个数 倒数 朋友们 5 4 3 2 1 走你 2 1 今天前的朋友们 大家好 此刻呢 我们在山西临粉 背后就是大家在预告片里看到的广盛四了 呃 背后这个四呢 可能比我们 在场的任何一个人年龄都要的高 而且可能甚至比我们加起来的高了 是吧 好 然后我们也非常开心邀请到了 今天现场的江洁老师 杨洁老师 杨洁专家 他是文史学者 是进行技研究中心的文史顾问 主要研究方向呢 就是建筑 古代的壁画 古代的彩塑 以及晋商史 刚才呢 我们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扁排 大家可以给上面拍 给那一个镜头 那写的是康熙二十年 岁次 岁次 兴有 兴有 然后呢 余音乐 古代 古代 写的是浮屠幻发 浮屠幻发 我们以前常说救人命如造 盛造七级浮屠 这就是浮屠了 浮屠幻发就是在那一年可能有修缮是吧 对 而且呢 这可能也是整个中国最著名的几座浮屠 在1958年的时候啊 当时呢 叫中国人民邮政 发行过一套四枚的中国古塔的邮票 这一套四枚邮票里边呢 就有阴霞木塔 就有广盛寺飞红塔 还有河南登峰的松岳斯塔 还有这个云南的这个千寻塔 所以我们习惯上 哎呀 现在没有西岸的当燕塔 哈哈哈哈 哎呀 我们不是首发阵容啊 哈哈 所以现在 云南的专专塔 我在我在 对 河南也在 哎呀 感觉我多余了 而且松岳斯塔是目前整个中国 保存下来最早的一座专塔 修建于公元521年 所以他的资历比较早 现在的大雁塔的外侧的这个 外面的包砖是明代人家的 所以可能1958年当时选的时候 是以古老的标准去入选的 啊 古老的标准去入选的 不够纯正的 哈哈 不够纯正的 呃 东老师这座塔呀 呃 琉璃低脆 所以在古人呢 叫做 飞红塔 当然我们现在文宝贝上也叫做飞红塔 那我们现在首先站的这个县呢 叫做山西省林坟市的鸿铜县 鸿铜县在中国是很有名的一个县 大坏树 大坏树 鸿县呢 呃 因为要欢迎董老师来嘛 所以我们简单的将鸿铜县的情况呀 为什么有名 非常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有名呢 是这里曾经是历史上著名的古杨国 嗯 那么杨国后来被晋国所灭 灭了以后 杨国的子孙啊 就以杨为姓 后来呢 呃 这个国家没有了以后 这个地方就叫杨县 到隋朝的一宁二年 也就是唐朝建立的第一年 公元618年的时候 唐之帝王恶随 恶随之杨县 就是唐朝的帝王呢 厌恶随之的杨县 所以改杨县为红铜县 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了 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当我们面对这座宝塔的时候 就会想起来红铜县最著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从明朝初年 洪武永乐 凡几代皇帝 那么大的社会动员 从红铜县 签了18次 一共签出去100多万的父老乡亲 后来碧海阳波 签波海内 今天的中国 哪里都有大槐树的子孙 对 你比如像我们家呢 就是标准的大槐树移民 我们在明朝初期的永乐年间呢 从红铜县啊 签到了陕西的渭南 哎呦 那咱是老乡 老乡 老乡啊 我签到什么地方去呢 签到了渭南的城县 最新的城城县 城城县 水盆羊肉 哎 水盆羊肉 签到城城县以后呢 在1893年到1895年期间 又因为做生意 从城县呢 城城县呢 签到了甘肃庆阳的宁县 后来一直顶居在那里 没想到今天又回到山西来了 所以人的一辈子啊 就像蒲公英一样 吹到哪里都会发芽 完成一个闭环 完成一个闭环 哎 带着先辈的那个 愿望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您给大家讲讲这个塔 刚才您提到了说 它外面这些琉璃 这些琉璃是什么时代的 这个琉璃呢 都是明朝的琉璃 明朝的琉璃 而且这些琉璃呢 是标准的建筑琉璃 琉璃其实在中国很多省都生产 你比如山东也生产琉璃 河南也生产琉璃 嗯 河北 这个香灰吹到他们眼睛里 好 那我们站在凉快的地方吧 对 正好这会是山西午睡的时间 我们刚才一路过来都是艳阳高照 突然到这儿 哎天公作梅又开始有云了 所以不是特别热了 而且今天这个地方最近几天呢 山西各地的文旅局也真的诚意满满 我们一会儿 在这大概大概一个多小时离开了 他们三点之后 正好山西人睡醒了 哎出来旅游了 正好是免票的 昨天我们去过的小夕天完了 我们走之后也是免票的 所以这两天如果是跟着一起来山西 或者正好在山西旅游的朋友们 大家真的有福了 因为正好您听县城的老师给大家讲完之后 如果您在手机上听了 觉得这个地方很好 一会儿睡醒了呢 或者是一会儿出门了打个车来这儿 正好还是免票的 嗯 欢迎大家到洪童来到灵魂来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这里是组边天涯洪童是家嘛 它是一种家文化 家永远是人最一种最安详的一种依赖 嗯 那么刚才董老师问到这个琉璃啊 琉璃啊 琉璃在中国很多省都产 其中河南产的有一种琉璃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但是往往大家不用这个名字 你比如河南产的一种 用在墓葬里边的琉璃 嗯 它就叫做唐三彩啊 哎 唐三彩啊 所谓的琉璃呢 实际上是一种低温釉的淘气 嗯 也就是说它上面不湿釉 或者湿一浅釉的 那烧汁温度偏低的叫做淘气嘛 嗯 所以现在看到的实际上都是一些陶的色彩制品啊 那么山西产的主要是建筑琉璃 建筑琉璃 山西的琉璃主要有四个地方在家族传承 为什么呢 因为在早期做琉璃的时候里边会放入签 签做助燃剂 那么就会很容易导致 现在我们叫劳动保护的这个中毒 人中毒 对中毒 所以在历史上呢 琉璃呢主要是家族传承 比较有代表性的山西的建筑琉璃啊 第一个就是山西太原的马庄的苏氏家族 第二个就是山西的戒修的琉璃世家 你比如沈阳的故宫的琉璃 都给这个镜头啊 大家多让大家看看塔上面丰富的琉璃作品 嗯 那么呃 呃 比如像这个呃 山西的戒修的琉璃工匠 他们就烧了沈阳故宫 啊 沈阳故宫的琉璃就是山西的呃 呃 现在叫静中式的戒修县级式的琉璃工匠烧的 对 还有一个重要的琉璃六派就是山西运城的 合金的吕氏琉璃 还有一个就是山西近东南地区的后则 阳城的后则妖家族啊 乔氏家族 所以琉璃在山西呢 主要是一种建筑艺术 并且把它装扮的上面出现了大量的绿色和蓝色 在下雨这个绿色主要是什么矿物质 就是琉璃绿 就是琉璃 就是琉璃 琉璃呢 对 我们可以看一眼琉璃蓝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因为在中国 现在我们琉璃烧制工艺里面的琉璃蓝技术 几乎是处在失传状态 我们但是在这座明代的琉璃宝塔上 还是能够看到的 那我们带大家看那砖的是不是就是蓝色 这边看的蓝色可能光线的问题 看的很清楚 实际上这些就是琉璃烧的琉璃仿木斗拱的琉璃蓝色 这个就是琉璃蓝了 对 它是有什么东西 蓝的使用的非常的复杂 你比如我们一会讲到壁画的时候 我们会详细的说一下蓝色在中国的一个构成 其实琉璃里边烧制蓝色 因为现在技术属于一种非常失传的状态 所以到底古人在里边加入什么样的 才烧出现在这个颜色 现在看起来我们在复原上是有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在壁画里面很清楚 现在你烧出的颜色跟这不一样 对 看起来是有点不一样 除非我们用一些化学的技术 明白 我们正确的顺序是怎么绕着走 我们顺时间走 顺时间走 按照寺院里面的传统的话叫做右肩而绕 它实际上并没有说过顺时针和逆时针 因为佛经人不可能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肩顶着塑像的肩 那不是顺时针不应该这样吗 我们先这么绕吧 也都一样 是吧 就是右肩而绕 就是我们的肩膀顶着菩萨的肩膀去走 实际上就是顺时针 然后同工霍跃 对 这都是维修碑 那么广盛寺的历史是非常古老的 刚才董老师提到说 我们可能眼前的所有的工作同事 我们的年龄加起来 可能都不够广盛寺的年龄 这句话呢绝非虚言 因为广盛寺的始建年代呢 是中国的东汉的建和元年 是什么年呢 就是公元147年 那就白马寺 比白马寺要晚 因为在公元67年的时候 东汉永平十年的时候 那么当时的西域的僧人 射魔腾和主法来到中国 首先在河南洛阳的西庸门外 建了中国的第一座官方寺院 叫做洛阳的白马寺 对 后来呢又北上在山西的五台山 因为看到有一座山峰 非常像讲法的大福灵旧风 像灵旧风 所以建了中国的第二座寺院 叫做大福灵旧寺 现在叫做显通寺 公元68年69年的事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公元67年68年的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公元147年的寺院 也就是说从某些角度来说 他的年龄至少排在中国 非常早的那几个寺院里面去了 所以他是1961年3月4日公布的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保护单位 这有资历的之一啊 1961年的3月4号 当时 小哥你站这儿 然后用个身 拍一下那个风铃的感觉 你看这种太阳 常年晒外面包的这层 已经裂开了哈 保护的柱子已经裸露在外 然后这个风铃 左右晃荡 晃荡 他已经见证过太多的东西 这种风铃是什么材质 就是铁的 铁的 就是铁的 这个这里的风铃 应该是什么时候夹上去的 这里的风铃呢 这个塔的主体 已经不是东汉那座塔了 东汉的时候这个寺院呢 叫做聚庐舍寺 也叫做阿语王塔院 根据这个名字来说 他最早可能就是 供奉佛祖的真身舍利的 因为他叫阿语王塔 所以这有舍利吗 现在看不到 那么很可惜的是 在元朝的大德七年 这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地震 地震结束以后 广圣寺里边 元代之前的建筑 几乎全部被摧毁了 我们现在在广圣寺里边 看到的所有的建筑 都是元朝和明朝 以及清朝增修的 因为元朝一三 所以这个塔主体 其实也是 是明朝的 是明朝有一位僧人 叫做达连和尚 他化缘来修的 然后在他的继承人的努力下 塔的外面 逐渐的挂满了彩色的琉璃 并且在后来的时候 又加了一层这个屋檐 我这好像拍不清 手机拍不清 其实如果 我应该站在这个角度拍 不知道这个角度 是不是能拍得清 那个风铃的感觉 你站在这个角度 慢慢拍 确实可以 对 上面有很多菩萨在低眉 在看着你 嗯 他有低眉慈悲 你自静默无语 沉默好色对话 名望已然千年了 哎呀 哈哈哈 出口成仗呀 他在保佑我们 他在保佑我们 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先修的 对 我们很骄傲啊 先辈之念 先辈之念 以神力护博 对 加的这个外颜呢 你看现在是下点雨 但是下雨不可怕 因为下完雨以后 这个琉璃的颜色更加的清脆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叫做飞红 飞红 广盛寺的名字实际上就来自于 飞回北京的 于美红 哈哈哈 余老师 是 底下这个郎道就是为了 防止雨大的时候 让后人去避雨的 前任一片心怀 今天就看到了 所以这个您刚提到 从原往之后就再没有过大修了 清代还是有修的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塔 是明代重修的 因为之前的塔已经被 被 被地震给摧毁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金卷 好 当地的 广盛寺的工作人员呢 非常的用心 他们将著名的 照成金葬 哎呀快用散热一下下雨了 对复制品 复制品 然后呢 放在这里 照成金葬 全书一共有6980卷 嗯 之前是之前是多少页拍出了5000多万是吧 对 一卷 一卷 而我现在说呢 那个原书是6980卷 用6980乘以5000万 啊 那算下多少 哎呀 那可能是一个计算器 后面有很多数字的一个 密字方 董老师猜 猜好的朋友算一下 猜另外一个事 啊 赵成金葬6980卷 这个数据是清晰的 嗯 你猜一猜赵成金葬一共有多少字 这本佛教的大藏经 嗯 董老师站在房檐底下吧 啊 站在房檐底下 确实下雨了 这算我一个字多少万 风雨相随 嗯 哈哈哈 哎真的好 一共有 那边天还是晴的 这儿掉点雨 好事 一共有六千万字 六千万字 六千万字 那算下一个字 好几万字 好几十万字 对 就拿那个五千万 在厨艺一卷里边 大概有多少 嗯 全书是六千万字 嗯 嗯 怎么说呢 赵成金葬现在并没有收藏在广盛寺 嗯 赵成金葬现在收藏在 呃北京的国家图书馆 四大正馆之宝之一 正馆之宝 再就是大家知道 永乐大典啊 啊然后呢敦煌遗书 哎 啊还有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 看玩笑 啊 所以那个就是从这儿发现的 从这儿发现的 那么他为什么叫赵成金葬呢 因为广盛寺啊 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在历史上叫做赵成县 是建国之后啊 赵成县和红铜县合并成一个 现在的红铜县 明白 因为我们想请董老师来看一下 当年的刻板的过程 它不是活字印刷的 它是刻板印刷 这种就印的效率更高一些 其实那要快多了 是吧 因为活字你每次得调整 每次得调 但是这样的话也有一个麻烦 就是一个版只能用一次 只能用这一本书 所以就是 就如果大量的复制一本书 其实很好 大家知道其实活字印刷在实际 我们以前历史师学过 是北宋那个赵生是吧 他发明 赵毕生啊 给毕生发明对 其实在国内它的使用没有那么多 因为我们的汉字 它要拼的那个组合 没有那么的 但是传到西方之后 因为所有的单词就是26个英文字母 但你想汉字得多少个 你得弄多少个汉字呀 所以其实后来它传入西方之后 反而有利于西方的那个金券的印刷 和传播了 因为我们汉字太多了 你得刻多少字呀 你每次找半天 但他们有26个字母 所以很容易 很容易 因为我们的字库内容非常多 所以如果按那样的编排的话 可能会有很大的困难 对 那我们就请东老师来体验一下 因为整个山西的陵墳地区 过去叫平阳府嘛 平阳 平阳的木板年画 本来在中国就是非常有名的 实际上在宋元时期 宋经时期 中国的制版业的中心 恰恰不在我们现在理解的 比较常见的这些地方 而恰恰在山西的陵墳和运城地区 是中国最主要的印经的地区 经过昨天和前天两天的讲解 很多朋友已经发现了 低估了山西 大家因为近 我们这一代人长大的时候 发现近代了解的 关于山西的就是煤矿 就是醋 然后呢就是 比较近代的东西 但是关于更久远的 更恢弘的 更漫长的历史中 山西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 和灿烂的文明 其实大家 有的人真的知之甚少 甚至这两天 我看到很多山西的IP 说他一个山西人 他都不知道 灌鹊楼在山西 嗯 就是因为山西的 他南北宽度太大了 嗯 而且近南近中近北 其实很多时候 他生活习惯 可能都略有差异 饮食习惯也有 其实有很大差异的 到运城 那跟同贯 我们跟运城吃的很像 嗯 但是你说近北 那跟内蒙吃的像了 对啊 那出了沙虎口 那就关外了就 所以呢这两天 大家了解之后才发现 山西真的 宝藏山西 然后大家也就理解了 为什么我们在 呃 走完河南之后要离 要走山西 因为整个黄河 从山西开始 黄河走山西 陕西河南 这一段 就是文明形成 然后开始 发扬广大的地方 嗯 昨天我们在呃 在在今天还在 林芬 林芬又有这个 瑶独曲大家听过吧 嗯 瑶顺语啊 瑶顺语 嗯 然后其实前天去的运城 那个延 现在叫延湖区 其实很多山西当地人知道 以前不叫延湖区 嗯 以前瑶顺 应该叫 叫安逸县 他就说 语都区好像是 语都对 是吧 所以呃 董老师您真的说的非常的精准 瑶独平阳 嗯 顺根普版嗯 语都安逸 你看就是语都嘛 我们说三皇五帝 是吧 嗯 瑶顺语他都是在在山西 所以这里也是政治发源 或者文明发源最初的地方 啊当然我我也听说好多版本 我听说的一种比较 呃戏谑啊 哈哈 比较充满性格 比较可爱的一种方式是 哎他们叫瑶独曲 我们这语都曲 那岂不是跟他们唱了好几倍 不行改名字 哈哈哈哈 这是我听说的不一定真实哈 然后据说改成了阳湖区 改成阳湖区 散庄的山西奖 哈哈 董老师你这两天在凌坟运城啊 我估计你会有一种非常浓烈的家乡的亲切感 对首先你看您自己也提到回家会非常的方便 其实就是一座黄河大桥的事情 对另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元素 你有没有来到鸿铜啊 来到这些运城和陵坟的县区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说话和你也比较容易沟通 对就是近中近南都还行 到了近北就可言不太一样了 我们看今天就稍微凉快一点 往北有一座大山叫做韩信岭 韩信的头颅就传说埋在顶上 所以门口挂了一幅对联超级牛 这幅对联呢人们都这幅对联 但不这幅对联挂在那儿 写的是存亡一知己生死两妇人 韩信岭比较高 所以他挡住了冷空气的积蓄南下 那么以韩信岭为界 以现在的焚溪县为界 他就适合农耕了 农耕 他是小麦种之区啊 所以他和八百里秦川很像 你有没有发现他饮食也是酸辣口味的 最关键这个地方人的说话 他不说山西其他地方的敬语了 他说的是中原官化的焚河片 而陕西的关中地区大多数地方 说的是中原官化的关中片 所以这就为什么大家觉得像 原因就是他都属于官化区 对 再往那边可能他冬天温度太低 他种不了小麦的 因为你出了关外 冬天零下二三十度啊 就我以前经常提到 像你像朔州啊 大同样的地方 温度非常低 他种不了东西 所以他种的就是大家现在吃的 杂粮 对杂粮 然后燕麦啊 或者是小米啊 这些就会居多了 董老师你看这个亲切感 到底有什么感觉哈 你有你有没有回忆过 就是说在我们的老家啊 他们到底把这个 把这个冬天穿衣服 穿的少了 冻的抖 嗯 普话到底怎么说 普话 你慢慢回忆 盒子 不是 还是抖的这个发音 或者说抖音 老百姓怎么讲 就是最最传统的老百姓 不说现在受过普通话训练的 他会不会念 董地透脸 嗯 对 抖音 他把豆腐念透腐 透腐 实际上就是官化区啊 他习惯性 你把特和得分不清楚 这就是千年古线 红铜线 明明是红洞两个字 为什么念作红铜的原因 是官化区 特和得不分 所以红洞 特变成特就是红洞 官化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S H 跟F不分 嗯 就是轻度酌化 比如说喝 其实喝水对吧 喝水 喝肺 喝肺 出去耍夫妻发 就S H一般发成了F的音 哦 山西有一个著名的酒叫粉酒 山西的很多地方的人念红酒 喝喝分不清楚 念红酒 对 尤其在吕梁的某一些县份里面 可以这样念 如果好了的话 我们让董老师体验一下 嗯 刷的流光正亮 流光正亮 这个墨是 是当地的墨吗 好像我记得以前说这个 从林粉到韵城一带 还产各种宴盘 呃 新降县 就是过去的古降州 产中国非常著名的四大名宴之一的 邓尼宴 也有人念作成尼宴 因为中国的四大名宴 就是广东的赵庆的端宴 因为它古代叫端州嘛 嗯 还有甘肃的林涛的涛宴 嗯 还有这个安徽的舍县的舍县 但这三种宴台都属于石头宴台 对 而山西产的第四大林液 它属于一种泥液 它是用泥做的 因为它当年制版业发达 它笔墨直验肯定要跟得上 对肯定是个系统 实在古代就是一个小型印刷厂 对古代家里能办印刷厂的 一般流传下来作品的比较多 不一定是因为有残 主要是因为纸多 哈哈哈 但是开玩笑路由 为什么流传下来诗那么多呢 对 纸多 家里印刷厂 如果好了的话 我们就邀请东老师来 体验一下 好 哎呀谢谢 一面把手弄的黑了是吧 嗯 那是芝士的香味 哈哈哈 精神是 对 东老师慢慢来 好 嗯 现在可以了 因为这部大藏经呢 收藏在赵承县的广圣寺 所以叫做赵承经藏 有点干的快 啊啊明白 一般是横着刷对吧 对 为了自己的清晰 明白 然后最后把轮廓 轮廓 刷在轮廓 啊边也要刷 对 ok 开始一印书了哈 快一点速度要快一点 由于磨干的快 啊干了 那不就沾上边了 明白 啊这纸很结实啊 嗯 我看一下 哇 嗯 嗯 好清晰 我的作品 嗯很清晰耶 是吧 嗯 董老师印出了第一册的 波罗蜜心经 哎呀董老师 260个字 用人现眼就在这 没有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这个印的平常就会在 在这里来的游客能 能找到吗 可以 嗯 谢谢 谢谢你们 没着我呢 怎么呢 我会找个垃圾桶 董老师你看看这儿 这儿一位书法家呢 正在写泥金字 嗯 嗯 我们看看他写的是什么 哎呀 非常好 写的非常好 嗯 嗯 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整个赵成金藏里边 所有金卷的名字 嗯 只写名字就已经写的 这当然才写了九牛一毛 嗯 为什么呢 什么叫做大藏经 就是佛教里边的图书集成 嗯 就是整个把他的所有的重要的金卷 合在一起叫做大藏经 这是经代的时候 有一位呃 比丘尼叫崔法针 嗯 他断臂求法 他把自己的胳膊 嗯 打断 嗯 然后呢 木画金钱 然后呢 在今天的山西运城的保宁寺里边 刻出了这部著名的作品 并且由于崔法针呢 是广盛寺的住持比丘尼 所以后来就收藏在这里 但是啊 嗯 那金卷合固啊 后来经历的非常的坎坷 嗯 那么一直传到1930年代 那保护在广盛 最早的时候 当然是在广盛寺的下寺保存 后来呢 有一位叫范城的和尚 发现了他 然后呢 南京的金陵客金处 就派了一位居士叫蒋维新 然后呢 来山西来捡叫这个金卷 蒋维新呢 从铜关 坐船 从我家 坐船 他过来以后就到了山西的丰林度嘛 嗯 结果当时啊 传出了问题以后 他的眼睛啊 埋在了沙子里边 导致他双目出现了很严重的眼疾 但是他虽然身患疾病啊 但是他用过惊人的记忆力 和这种洞察力 将赵成金藏最早进行了科学的考证 并且公布于世 但是很可惜 1937年日寇犯我中华 在1942年的时候 日本人是以庙会的理由想登塔 因为当时赵成金藏 已经被转移到塔里面去了 那么害怕这个日本人抢夺 所以当时 好 谢谢你们 多有桃子 所以当时的八路军的太阅军区 就将这批金券呢 转移到什么地方 转移到一个安泽县 叫康义村的地方 嗯 然后在那儿保管了一段时间呢 又保存在棉上县的一个小梅窑里边 因为那个时候条件真的很差 对 放在小梅窑里边呢 就出现了一些硬水的现象 因为没 会打穿 它会有透水嘛 对 会有渗水 董老师小心啊 这台阶 去 嗯 你先 嗯 后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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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金券呀 就被运到了河北的社县 嗯 然后呢 再运到了北平图书馆 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专家 用了漫长的时间 将它修复的完毕如新 因为国家图书馆有非常好的保管技术 所以广盛寺的三角 第一角是飞红宝塔 第二角呢 造成金藏 今天非常完好的保存在我们中国最重要的图书管理机构 嗯 国家图书馆 一共后世子孙观战 这都不能说是民族珍宝 这应该是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 真的是世界遗产 这个大概造像是什么时候 呃 这也是明朝人塑的 呃 但是呢 这个殿叫弥陀殿 所以正中间塑的这尊像呢 呃 实际上是阿弥陀 阿弥陀 嗯 旁边的两尊 这个不能拍对吧 啊 这个应该不能拍哈 旁边的两尊菩萨呢 就比较有意思了 那么一位是他的弟子 大师智菩萨 一位呢 是他的弟子 观世音 怎么来区分呢 其实也很好区分 因为菩萨头上是带官的嘛 对 而中间的主尊头上一般都是罗纪 是肉纪 长得罗法 菩萨头上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是发丝 他拿一个绳子叫正带扎紧 所以苏世有一句诗叫 《粗布大正果生雅》 富有诗书气字华 正就是个扎紧的袋子 所以在农村很多人把那个麻袋扎紧 说你把这个绳子正紧一点 嗯 所以他头上会有正带 他也是一根一根的法丝 如果观的正中间 放着一个镜瓶 一般是大师智菩萨 如果观的正中间放着一尊做佛 那么就是他的师父 那么就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们看观世音 对对对 这几项 这几项做的非常的美 我们不光是从 寺院的本身来看 我们甚至可以到这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他艺术的构成 在山西的灵坟和运程 甚至我们看一个细节吧 嗯 这个这个多精彩啊 这个可以拍 凤鸟 团花 连瓣 像倒扣的脸盆一样 我们把它叫做覆盆式住处 嗯 这个地方叫地基 这个地方叫处石 合起来就叫做基处 嗯 我们今天鼓励孩子 无非就是取其要义 然后呢 这个叫柱子 摄像师 请看一下顶上 哎 不着急啊 顶上的呢 和我现在和董老师 我们俩蹲在一起啊 我们俩蹲在一起啊 和我们俩 现在垂直的这根大的粗的 叫做福或者叫做梁 哎 宋代叫福 明清叫梁 然后和咱俩现在平行的正中间那根大横幕 在宋代的时候叫做团 在清代的时候叫做领子 咱们现在农村盖房它叫领子 上梁 上梁 所以叫洞 这个就叫洞 这个叫梁 合起来叫洞梁之材 这个叫做基础之要 当然要 所以我们这些名字其实很多都来自于建筑 对 昨天我说房里那个斜放的木头叫船 很多人可能他没有农村生活经历 他不是那个水上飘的船 哎 他是一个木子旁 这边向右边像圆分的圆的右边 董老师您站在这儿啊 您看下这个菩萨是在往前倾 嗯 为什么这么做呢 脸上不落灰 脸上不落灰 并且啊 古人他和我们现在进来不一样 古人进来以后扑通就跪下了 所以所有的像的设计的视角 都是以他跪下的人怎么看到的 那么到了明代以后 在山 其实从元代就 宋元时期就形成了 顺着山西的坟河 有一个著名的美术流派 就叫做坟河流派 出画家也出素匠 因为在古代画素一体嘛 画家就比如著名的秦昌朱浩谷 他们画的作品 他的徒子徒孙画的就是永乐宫嘛 那么素的人怎么素呢 他发现呢 如果把人的身材往前倾一下 就像女孩穿的高跟鞋一样 显得非常的挺拔 如果把裙子做成曹衣出水的样子 就像我们坐在水里突然站起来以后 衣服粘在身上一样 显得人的腿比较修长 然后呢脸上一种庄严的一容一态 这样的话就让你感觉到 虽然菩萨是无相的 但是我们至少从宋代以后 我们至少世俗认为她是个女性的形象 恰恰体现出一个女性的姿态的优美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上面这个大梁呢 董老师刚才提到那个昨天说的船子 这个建筑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就是上面有鞋梁的结构 对 你看这个鞋的这个支撑稳定 我看上面也是笋毛啊 是的 是的 所以真的看古建筑真的要来山西 你来山西 你到每一个好像不经意的山上 村里一个寺一个庙 建筑都有它各自的风采 而且上面有壁画呢 有壁画 这壁画也是当时的吗 对是当时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 现在呢壁画呢在历史上就受到了一些损伤 现在文物部门正在进行精心的保护 这是元朝壁画 这个不是 明清 明清壁画 明清壁画 当然我们其实广盛寺里面还有非常优秀的元朝壁画和明代壁画 嗯 我们大概 30分钟以后就亲眼看到了 所以广盛寺还挺大啊 广盛寺超级大 对 近身是很深的 董老师要喝点水吗 好 谢谢 还准备来获香正气水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自己来 谢谢 辛苦你们 哈哈哈 你干啥呀 我干一个 干啥呀 干一个霍香正气水 哎呀 提到霍呢 这里咱们现在站的就是霍山的半山腰 嗯 中国的武镇之一 中国有武岳有四毒嘛 嗯 还有武座镇山 武座镇山呢 就是中岳的霍山 也叫霍泰山 然后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南越的浙江绍兴的快鸡山 嗯 然后北越的就是辽宁的一武旅山 西越西镇啊 这就说说口误了 北镇一武旅山 南镇快鸡山 西镇就是陕西的吴山 嗯 吴山呢实际上是六盘山和龙山的一部分 对嗯 交界处 交界处 大雄宝地 佛丽两千九百六十五年 小杨月 小杨月 鸡蛋 归一三宝地子 横的叫扁 竖的叫鹅 嗯 扁是表达一种意思的 嗯 一种情感的佛丽的两 两千九百六十五年 要比我们功力要多六百年左右 嗯 因为他是以佛的诞生来计算 嗯 嗯 对 因为呃 释迦摩尼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人 对 那个时代中国出了孔子和老子 然后呢 呃 古印度出了这个 呃 释迦摩尼 东老师抬头看这还有一块匾 树的显能字 光辉万古 光辉万古 您您再慢慢看一下可能光线的问题啊 我们旁边的朋友那么 黄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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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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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四子 黄四子就太厉害了 黄四子我们后来知道 清朝初期的三大遗案 呃 太后下架 顺治出家 和雍正交招 交就是呃 改的意思嘛 就是这个不是遗案嘛 所以 把十四改成了于四是吧 嗯 所以叫做三大遗案 黄四子 和硕 雍清王 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但是最关键的是 雍正皇帝一生中写的字非常的少 因为他执政也比较短 他的爸爸和儿子比起来 对 都比较短 所以他留下的字比较少 最关键的是这块匾 是他在登基之前还做清王的时候写的 对 写的雍清王禁书 雍清王禁书 中间的那个 呃 小的方印写的是狼影阁 这个应该可以排对吧 这个可以排 嗯 光辉万古 灰是一种光芒 这就是大家整天看各种 什么宫廷剧里头整天 最忙的那个人 对吧 全 我发现全 很多的现在宫廷剧都是拿他在开玩笑 很勤快 很勤快 他是非常勤正的一个人 他甚至到最后是类似的可以这么说 嗯 凡一年到头 除过父亲和自己的生日 给自己放假一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日日如是 全年无休 全年无休 那不跟我们 哎 比我们清款多了 我们 所以光辉万古 是他来赈灾的时候写的 所以灰就代表了一种光芒 光亮和希望 让这个地方人要充满的希望 都希望万古 都希望长青 其实一方面 当然是皇家的吉野 另一方面其实也是 皇家吉野稳固 很多时候也是百姓生活平顺的 中间有个大的神龛 嗯 这个神龛呢 像这么大规模的一般就叫佛道杖 佛道杖 正中间有木雕的像 这是木雕的 木雕的 哦 最关键的是 更了不起的是 这些排列组合一看就是唐代以后的作品 怎么能看出来的呢 正中间实际上是释迦摩尼 旁边是他两个弟子阿罗和佳舍 对 就是他们平时写出来叫阿南和佳业 对 然后呢旁边其宝像的为普贤 旁边其青狮 或者叫酸泥的 旁边有一个黑脸大汉给他拉狮子的叫文书 文书 中间是释迦一边文书一边普贤 我们将这种组合叫做华言三圣 它是华言信仰 它是中国在唐代的时候 由武台山的高僧成官和尚和居士李通玄 发明出来的 所以这是中国佛教所独有的 并且一定晚于唐朝 因为这是中国唐朝人才发明出来的 对 今天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 寺院里面的一种供奉 叫做华言三圣 嗯 华言三圣 这里的都可以拍是吧 可以 细节可以拍 旁边是铸铁罗汉 铸铁 那就相对晚期了 嗯 也是明代的 1.9个 2918 那现在您刚提到这个木 木康它有具体的时间吗 明清的 明清的 文语班的叫晚期的作品 嗯 但是你看古人呢铸铁的能力是有限的 对 它是铸一层 它是分段铸的 分段铸好以后呢 它拿这个焊 它还焊起来的 比较讲究的 皇家的 他就把这个焊缝呢 就给磨平了 不讲究的呢 就留到这了 所以这个就还是有这个焊缝 有这个焊缝 有痕迹在 墙上这些灰就是后来的香火 对吧 其实这墙以前都是壁画 很可惜的是现在看不到了 以前都有壁画呢 以前有壁画 东老师你看脚下这块 石头 台阶 你看 在这儿的镜头 我们拿手就可以摸一下 这是 熟玉石一般了都 这实际上就是咱们当地的青石嘛 对 多少代善男性女 多少代有所求有所起报的人 怀揣着香烛和香火来到这里 他们有可能是心事重重的来 然后一身轻快的走 就拿布鞋啊 千层底 那个底子 比我们现在的底子要软很多 对 凡千百年来都磨成这样 光亮如镜 而且山西这样一个有 有 有善缘的地方 它可能都不 有的是布鞋 有的是达官贵人那种厚底鞋 甚至还有草鞋 也有可能是光脚 光脚 总之这个上面有着太多人的美好的愿望了 嗯 所以变得光滑 很光滑 能映照出甚至能映照出我们的样子了都 广深寺很大呀 一镜一镜的院子 我们中国的大型的官方建筑群啊 一般都有两个设计原则 一个叫做与中轴线为美 形成左右对称的关系 所以正中间是天中天殿 一边就是地藏殿 一边就是观音殿 这叫做对称关系 第二个呢 叫做以门为分割单位 形成一镜一镜的地镜关系 你看我们是不是通过一个门一个门的在镜 所以往前就叫镜嘛 对 前镜 往两边走叫做跨 所以叫东跨院和西跨院 当然我们无视不登三宝殿 我们先看看主店 主店呢 叫做天中天殿 顶上的琉璃做得非常的好 东老师 这也是明星的琉璃 是 你看这个持稳的剑在正头顶插着 先从这拍一下 你看昨天我们去的小夕天那个 持稳的那个剑是从背后斜插上去的 边上这儿 然后你再搓打 再搓打 你看他那个头顶后面是不像把手一样那个 那就是从正背上插下去的剑 昨天是在小夕天那是从 从侧面插进去 这种带剑坝的吻呢 在建筑学里边叫做附建式吻 它的出现相对要晚一些 它是传说江西人的守护神 就是那个南昌的江西 有一位道长叫许迅 许真君 先人许迅 许迅嘛 他路过这的时候发现持稳呢 在顶上呢 不好好待 为什么呢 他待在上面确实也没什么事 所以北京人骂人说 你闲得跟五级六寿似的 对 所以说呢 东北也这么说 所以他害怕他跑了 他拔出宝剑呢 扔上去扎在他鸡背上 所以顶上去这种稳呢 是比较晚的稳 叫做许迅背剑稳 对 许迅背剑稳 早期是没有这个的 早期呢是长得像尾巴一样 所以我把它叫做吃尾 到此 原来以隔千重浪 到此 觉察少了一重山了 所以你会发现 真的是一浪高过一浪 到此心中再无别事 这边是大清乾隆 哎呦 这都是青春 大底 你看 写得清清楚楚 大清乾隆年间 每一次维修都留下了他的记录 嗯 镇中间三位主尊呢 我相信一千多年了 甚至几百年来 嗯 写的是十美光是吧 酱酒药 对 酱酒药 然后旁边都有字 这三位是谁呢 镇中间就是皮卢善娜 他是法身 实际上都是释迦牟尼的化身 然后呢 一边呢 是圆满报身 卢神啊 所以洛阳龙门师库的主尊叫卢神那大 还有一位呢 就是他的这个化身 啊 也叫硬身 就是叫释迦牟尼佛 所以几百年来 这个店里面应该进来几万人 甚至几十万人了 我看这个上面这有脱落 这是什么材质的 呃 这个是溜金的 插上去的 溜金 金属的 这个呢 叫做千佛绕辟嘛 可能以前的时候有脱落的 或者有善男性女 把它请回去的 后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 就加了保护 明白 这个身上金光闪闪 这也是 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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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金箔 呃 金箔或者金粉 都有可能 金箔金粉 嗯 就看精细的地方一般用金箔 稍微粗大点的地方就用金粉 嗯 我们昨天在小夕天看那个 它悬向上面全都是非常薄的那个金箔 金箔的延展性非常大 对 所以说听起来很贵 但是实际上它可以做很多 嗯 但是它很费工 其实工有的时候比料要贵的多 放的现在也是一样 很多活 越精细就是越费工啊 费工不费料 现在人工费贵 哈哈哈 古代可能人工费还行 是吧 是 能给它一口饱饭 能给一点工钱 现在人工费变贵了 背后是火焰型的打背光 这个弧度说的非常好 非常好 董老师您再细看这四大菩萨做的多好啊 嗯 但是呢 广盛寺的上次的天中天殿 嗯 最精彩的菩萨 现在还没到 嗯 原则上来说后面已经没有在一进院了 它实际上在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还别有洞天是吧 别有洞天 哎我想起来刚才那句话了 叫做到此已别千重浪 回头还差一重山 哈哈哈 是 这也都是明清时候的 是是 一共是八十八佛 嗯 八十八佛 董老师请你 敬揽这一强的单亲 这是明代人画的 嗯 广盛寺因为元朝大德七年大地震的问题 所以元朝之前的壁画呀这些很难看到 嗯 这画的什么呢 画的正中间是释迦摩尼 十二位他的追随者 十二位圆觉菩萨 流出了一切清净圆荣和波罗蜜的醒悟者觉悟者 去追随他的过程 对你们也可以拍旁边 你看正常的太阳光可能折射到地面折射进来 那边也看得清晰可见 现在光非常的好 对 嗯 董老师你看这些菩萨呢 画的时候啊 甚至有些还画有胡须 因为菩萨本身是五相的 到宋代以后我们习惯上 把它根据汉民族的理解 画成了女性的造型 如果我们看这些线条 我们可以细看一下 这些线条呢和敦煌壁画的画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们中国呢在 它线条中间是有断断的是吧 对 它是有断的 并且它用了很多种画法 比如高谷尤斯描啊 折颅描啊 钉头鼠尾描啊 你比如它画手一般都用高谷尤斯描 然后呢虚出虚入 线条中间的宽度是一样的 嗯 并且在所有的转笔的时候都用圆笔 而非用折笔 对 所以画出来手当然就比较灵动 嗯 当它画头发的时候 全用的是铁线描 画的是一种毛根生发的感觉 它越接近皮肤的地方勾得越细 越远离皮肤的时候勾得越粗放 这样远远看去就感觉是真的从肉里面长出来 就像这幅壁画一样 我们在宋代之后 我们文人的纸本捐本画 几乎就放弃了颜色和线条 嗯 到清代的时候尤其你看大家画的都是泼墨大山水 对 但是在中国的民间的壁画和民间绘画里面 大家一直没有使用 依然还在使用色彩 你看这种线条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你看这种线条它非常的严整 它是先图中间 然后用重线来压两边 敦煌壁画它早期的画法呢 是先画两边的线条 然后中间染色 所以你看有些地方染出去了 它也不收笔 反而形成一种饱满的韵染感 对 这幅壁画我们可以看到 它几乎都用的是青 就是绿和红两种颜色 是因为在明代画这些壁画的时候 我们中国在传统壁画里面使用蓝色还比较困难 因为早期我们虽然有蓝色 但是非常贵呀 蓝色得从阿富汗呀俄罗斯进口青金石 基本上和黄金是等价的 然后磨成粉直接沾着画 成本太高 所以后来中国人就用什么来提炼蓝色呢 用绿色来不断的运染形成蓝色 所以我们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们又从柿子坝 就是咱们吃的柿子的那个市地 里面去提炼染蓝色的东西 一直到了18世纪的时候 从德国柏林附近有一个化学的发现 叫做普鲁士兰 所以因为这是明代的壁画 18世纪大概到清朝的乾隆年间了 所以我们看到乾隆之后的很多壁画 都非常鲜艳有蓝色 但是你看明代的壁画 基本上是红绿二色 红色显得饱满热忱 绿色显得轻盈飘荡 所以红色硬托在绿色的版本上 看到所有的菩萨就像大雁一样裂震 群仙裂震如雁滚行 我们以前经常说红配绿 其实你发现古代的壁画就是红配绿 而且民间的色彩就是对这种比较寻常 但是又看着在视觉里头很鲜艳很饱满的颜色很喜欢 很饱满 所以是这上面也都有 这都是名的是吧 对这是清代人补过一部分 我看上面还写着字呢 写着字 彩画东壁三清 什么县和西或 本县 本县 本县和西或 或太或什么乡 对或什么乡 或什么乡 时什么礼 东老师您看这个比较细啊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大殿的壁画 两侧会不会有区别 中国几乎所有的古代壁画的大殿的两侧 基本上都是由两个画工班子来完成的 实际上是一种竞争关系 那么因为我是 我是如果是发包方 我并不太清楚 我请的这个人画的好不好 如果画的不好怎么办呢 最后也没有办法再修了 因为壁画是没有办法修的呀 再修就是二次创作 讲隔山是吧 啊 好 呃我们看一下这个隔山 那么 这个 呃这个最好 保留下来的古物 充满着几何的 纷繁 你看这个 古人做的这种 这叫隔扇门嘛 嗯 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都用的是板门 后来用这种隔扇门 透光 哎 透光好 并且更加的灵动啊 上面这块就叫窗林子 底下这块叫做 脏水板或者裙板 中间这块的名字非常的怪 叫韬环板 嗯 韬就是腕条垂下绿丝韬的韬 绿丝韬 韬环板 韬环板的宽度 几乎就是两个银 或者是抹条子的宽度 那这个为什么好看呢 它全部是木头拼起来的 三角六弯 你看这是一个小三角形 这是一个大三角形 这是一个再大的三角形 这是一个再大的三角形 这当然在几何上是个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把几何上图形 最后再化缓为 化缓为丰富的木头的拼搭 这又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而且两边还不一样 两边还不一样 你看这个东老师它是一个圆形 再大点又是一个圆形 它甚至可以变成一个六边形 可以变成一个灵形 古代的工匠下午吃完那碗面的时候 蹲在这或者坐在这 嗑这个的时候 他内心一定当样着美的感觉 真心不会被辜负 几百年后有后人趴在门旁边 鸭雀无声的看了很久 驻足停留 流连忘返 心中念念有词 东老师我们来 这个地藏店里面再看一下 这平常香火旺吗 现在它是文物管理机构 明白 东老师上面又是悬速 哦 中国有非常好的悬速 这就是中国人已经不满足壁画的平面和立体结构的时候 我们希望用多维的多层次的丰富的想象力 去展示我们想象中的神佛世界 你比如正中间就是骑着大藤金士鸟的佛 然后旁边跟的是十二圆觉菩萨 包括八大菩萨呀这些 包括护法 那么为什么在山西的南部 包括在陕西的关中地区 开始出现悬速 陕西有一个悬速也非常好 就在白鹿原畔 王顺川下的水鹿岸 那么为什么这些悬速 当然小西天是在清朝的顺治年间才完工的 那么为什么在明 当然顺治离明朝也很近嘛 为什么在明朝的时候大规模出现了悬速 主要是科学技术进步了 审美人们是慢慢的潜移默化在进步的 明朝之前我们的铁丝 全部是锻造铁丝 铁丝要敲敲敲把它锻造成一个铁丝 当然也能锻造成圆的 但是非常的费工 大部分锻造铁丝的截面都是扁的 或者方形的 当它截面是方形的时候 我们很难把它弯折成非常丰富的造型 到明代的时候了不起了 我们的冶金技术发展了 我们开始生产出来叫做拉靶铁丝 就是挤出来的拉靶铁丝 就我们现在看这种铁丝 由于它断面是圆的 所以它可以弯折成非常丰富的头光 非常丰富的声光 甚至菩萨手里的壁串 菩萨身上的长裙 菩萨身上的阴络 甚至上面的衣媚飘飘的飘带 可以把它再用幻化着泥土的芬芳 做出如此丰帆的造型 给我们展示一个漫天神佛的感觉 了不起 而且这个颜色看着更丰富一些 这个跟小夕天那个基本是同时期的 这个稍微早一点 还早一点 这是明朝的作品 这是明朝作品 这是明朝的作品 而且我看身上的颜色 那是后来有补过 还是就是明朝的颜色 你说是后面 红还有绿 衣袍上的下面 这个颜色是吧 这个颜色应该就是当年的颜色 但是背后的这个 虚弥衫 这个衫体的颜色有点氧化了 它发黑了 它发黑了 以前不是 以前应该是青绿色的衫体 因为它以前古人用铅白 铅白慢慢一氧化以后 就变成黑色了 这么丰富的色彩就是明到现在了 对 这个房顶的大梁还有上面修过 董老师你问到梁的时候 我们让摄影师帮忙拍一下梁 甚至我觉得那边那几个也很有特色 大家都拍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梁都是弯的 对 广盛寺里边所有的建筑 大型建筑 几乎都是原购明修 就元朝的房子塌了 那木料还好着 所以明朝的工匠 把这个木料再利用起来 盖起了明朝的房子 对 因为元朝 元朝时候可能压成这个样子 对 然后明朝给你反过来 是 所以他就 就地取材 不是雕琢 鞋梁以上 我们怀疑 为什么元朝的很多梁都是弯的 第一 可能是与蒙元人们这种习惯的这种 粗广有关系 另外可能他的时间比较短 总共没超100年 他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竣工制度 所以元朝的这个大梁呢 往往都是弯弯扭扭的 就地取材 就这样 不是雕琢 鞋梁以上 充满着来自于蒙古高原的粗广之风 所以您刚一下就看出来了 这个梁确实是元朝的 行 但上面的壁画啊 字啊现在都还在 都在 我们这还有 还有广盛寺太大了 广大于天 盛名于世 故称广盛 故称广盛 据县制记载 县的 红铜县呢 有红崖和鼓洞 所以叫做红洞县 又因为发音的原因呢 念成红铜 并且红铜啊 是焚河流经721公里 发源于山西新州 在山西的万荣的河口 庙前村 汇入黄河 成为黄河的第二大支流 在此之前 冯河流经灵霍峡谷 出来的第一站 河水慢散 比较平缓 发出动动的光辉的地方 就是红铜 所以红就是大的意思 对 这个壁画也很精彩 我们今天要看到很多幅的壁画 这是一幅明代的壁画 这幅明代的壁画呢 画的实际上是 出行图和回轮图 你不往后退了哈 你再退就退到壁画上 对 这个红色用的很鲜艳 而且没有什么脱落 所以矿物质燃料就有这种优点 优点 不脱色 因为它本来就是它的原始色嘛 对 而且董老师你刚刚有没有发现 琉璃几乎也不脱色 对 因为它本来就是户外的用品 它本来就是在顶上风吹 风霜雨雪氢的 所以像这种金属的 矿物质的燃料 或者是像溜金这种工艺 它其实对光还有对水 就没有那么敏感 就你上面光照进来 其实它无所谓的 所以因此能保存下来 但凡是敏感的都流通不到现在了 是 它实际上只要符合它的光照的幅度 就像在冰马泳里头 大家说冰马泳的颜色脱落 以为是它对空气什么氧化 其实不是 矿怎么会对空气氧化呢 矿那么稳定 那是因为那个燃料下面刷那层胶 时间长给掉了 升漆给掉了 它可能是一些附着品出问题了 嗯 其实染料本身不害怕内心 东老师看这个壁画啊 画的好和不好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嗯 就是你追它这根线条 它这不是有个飘带吗 对 我们现在也穿衣服上 可能也有些带子 你追这根线条 只要这个线条的线条的折痕 是真实的客观的 那一定是个高手 嗯 那么可能刚学的人画的这个线条是乱的 就是你追下这根线条以后追不到头了 嗯 他就不知道去哪了 昨天在小夕天 我明显我就发现 哎 我们以进门的方向 我发现右手边的比左手边的更逼真 嗯 而且人的表情更自然更放松 然后我就好奇 我说哎 这边咋不一样 他说这边大家现在都觉得可能土地化 嗯 明显人就表情偏呆板 嗯 然后呢脸脸部的比例啊 还有那个肌肉的线条就显得哎 好像人有些凝重 有些凝重 对 右手边他就很灵活那小孩 嗯 左手边的小孩就是感觉不是特别的清楚 哦 两边呢 会有一些艺术差别 也是古代的一种招标机制 对您刚提示 其实在欧洲史上大家如果看说 什么什么达芬奇啊 谁谁他在那些时代里头经常给教堂画壁画 也是一人一面墙 一人一面墙 嗯 你画的好 我给你截120%的工钱 画的不好的这边给你截80%的工钱 对于我来说花的钱一样 我让你俩开始努力的去竞争 对 并且这次得到120工钱的最优秀的团队 可以进入下一个大殿的招标流程 这样确保最后的大雄宝殿是由最好的工匠来完成 嗯 就是现场现场竞争的机制 现场竞争 龙老师再看这还有一尊鹦鹉的坐像 嗯 他是韦陀 我们很少在寺院里面见到韦陀的坐像 嗯 大部分其实都是站着的 对 这是一尊明代的韦陀将军 你像在山西见到的韦陀的坐像还有 你比如佛光寺也有一尊明代的韦陀 他是坐着的 嗯 我们也在想 嗯 其实现在从健康的角度来说 大肚子并不是一个好看的造型 但是中国古代做这种 历史啊 金刚啊 天王的时候 显得恐无有力 恐无有力 他为什么要做成大肚子造型呢 是因为他们一般在明代以后都是坐子 坐下的时候 你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屁股坐实 原则来说我们在沙发上如果导着这么做的话 显得人就没有精神 嗯 所以你看他们坐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屁股单了很少的一部分 往前腰往前这么倾着 对 然后呢他又是个大肚子 然后这个时候人的习惯性的视线就会从眉间到肚脐 嗯 拉一根切线下去 由于他又是往前倾着 所以显得他非常的恐无有力 对 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非常了不起的审美 因为他是降魔护法 嗯 他就要起到震慑作用了 他如果看起来特别瘦弱无力的话 你就不害怕他了 对 震慑取魔 背后也有壁画 但这个房顶应该是有过漏水 所以那个壁画受到的影响 有的被冲刷掉了哈 对 后面画了很多的建筑的造型 这写的是摩有千储之 摩有千储之者 摩有千储之者 摩有千储之者一 光线的问题 对 应该是摩有千储之者一 这写的是什么云似啥 四历 四历 四历湖 齐三 对吧 上面是啥云 分不太清楚 有点波勒了 所以山西真的是宝藏山西 大家发现随便您来一个地方 这门 这门也是文物 我也想 这虽然说后人 你看上面有捕的铁是吧 捕的这个 但是这个门板应该是时间很久 你听这个声音 而且你看这开关门多少次 木板已经把石头磨出了很近 发现没 这里头 你把摄像机平低一点 你发现边上高 你把它弄得跟它一样高 你发现这个不是边上高 里头第一发现没 就说明这个木头呢 因为它长期这个 转的时间去这个往前 会仰下坠 然后里头就长 边上磨得严重 磨得很快就没了 所以 石头磨得不平了 你看木头 都把石头磨不平了 多少时间 处处都是时光雕琢过的痕迹 谢谢 谢谢 这个树也有些年寸 这是唐代的 唐代的树 关系这俩树还闹别扭 一个往这边扭 一个往那边扭 这个原则来说不太符合逻辑 如果光照的原因的话 它应该往一个方向扭 如果风向的原因的话 它也应该往一个方向扭 这有没有可能是人为的 当年把它往开拉伸过 因为历史并没有留意 给我们太多的文字和照片 所以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也没有太多人知道 但是放在今天 就是一个 非常奇妙的景观 左旋和右旋 但这样确实他俩 彼此之间不争了 不争光不争水 唐朝的树 唐朝的树 百树 所以松柏爷年呢 在他面前 我们都是 都不叫小孩子 都是baby 婴儿 小baby 小baby 这上面有没有掉在地上的啥东西 剪一个 你看它上面结的这个籽 剪个籽 再回去 这是唐代给我们留下来的福祉 百树呢 有两个大类 我们常见的呢 在山西地区就是侧百 就现在看到这种 还有一种百树叫做圆百 圆百呢就有点意思了 圆百在古树里边把它 他只有一个再来代替 就是秦桧的会 嗯 实际上秦桧的会 应该念作秦桂 对 因为他的哥哥叫秦子嘛 说明他们兄弟 都是按照树的名字命名的 木子旁一个开会的会 在树的名字里边 就应该念作桂 桂就指的是圆百 所以秦桧呢 指的实际上就是一棵百树 这个名字来的 父母也想让他成才啊 也想成才 孩子不生气 这写的国家一级古树 国家一级古树 对人是有编号的 身份 数分证 唐朝的啊 标本 庇佑后代万事 邓老师 在上次最后走过这个塔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一片清凉啊 对 清凉世界 山顶上风很大其实 这座塔 一共有四十七点三一米高 十三层是吧 十三层 再给塔一个 再给塔一个造型 特行 上面的琉璃烧得真的非常精致 那么大的琉璃 当时烧咋弄上去的呀 尤其第三层 对 第三层你看 菩萨 天王金刚 而且各自有朝向 嗯 洛家山 须弥山 游龙 算于其中 可以拍清楚 2018年的时候 它被认证为世界记录 世界上最高的一座 通体多彩琉璃宝堂 四十多 四十七点三一米高 嗯 这是中国目前保存下来 最高的一座 可以攀登的琉璃宝堂 这能飞五人机吗 你们如果能飞的话 给观众一个那啥的镜头 环绕的镜头 啊 那个是咱飞的吗 是 环绕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好 咱继续 在安全距离内 哈 五人机坏了还能买 你得把塔给坏 哈哈哈 塔坏了咱现在修不了 咱没那工艺了是吧 这个流离烧不出来了 我们小时候 董老师要再年轻嘛 我们小时候看的八六版西游记 啊 唐僧扫那个 师徒扫塔 就在这儿 就是用它的外形拍的 用它外形拍的 对 那一集还挺感动的 记不记得有一个细节是 师徒扫塔的时候 是从下往上扫的 但是他内景啊 没有办法用这个塔 对 因为这个塔呢 梁思成先生当年考察的时候 就画过一个图 他就讲这个塔的灯塔非常的奇怪 就是上塔的方式非常奇怪 因为 嗯 我们中国的塔 不管是双筒是结构 还是什么结构 几乎都是 大多数可以是攀登的 当然有些里边它是 就本身就设计的不能攀登 那么 日本的塔呢 是学的中国的塔 它中间用的塔星柱 塔星柱呢 中间一个大柱子 然后旁边像八角鱼一样 抓住塔的塔壁 这样的话它的塔 势必就不可能像修这么高 因为中间那个柱子 不可能无限的长 对 第二个如果中间是个大柱子的话 中间就不可能放一尊大的像 那么你看 所以日本的塔 你从四面看是做了四个佛 做四个的原因是背靠背 把后面那个柱子挡在这儿 而我们这座明代的塔 本身就是一个可攀登的 带有结构的宝塔 但这个塔呢 上的时候呢 是从中间啊 有一个有一个造型的一个像个洞窟一样 然后后面有一个木头梯子 然后再爬砖梯子 然后再有一个反板 反身上去 腰不好的人还真的挺费劲 所以赵成金葬在里边 当年保存过 嗯 这个塔的结构非常的有意思 但是现在看起来 谢谢你们 但是现在看起来这种反板攀登的塔 在临盆运城还有 比如运城的 新降县的龙兴寺塔也是这样上的 可能是属于当时的 当地的一种 建造工艺 正常一般来这种 这种塔是绕塔几周啊 三杂嘛 那我们绕三杂吧 好啊 我们替记金子前的朋友们绕三杂 你消除你心中之困惑 走我们绕塔三杂 红铜人的性格 第一个性格是直 第二个性格呢是实 第三个性格是勇敢 所以红铜人的性格啊 站起来顶天立地 就像飞红塔一样 躺下就像霍泉水 如雨怜悯 因为五百年前是一家 我当年就在这 你却是回来回对了 所以人都是有家乡感情嘛 所以如果直播间的更多的朋友 如果再来广盛寺游玩的时候 甚至可以进到塔里边 转一层转一圈 平常这个里头是能进去的 可以进去 里边呢 有文物工作者在九几年的时候 用毛笔画出来的叫做浮图大观 就画出来全中国所有最著名的宝塔 还是很有意思 九几年只能拿笔画嘛 对 这个书应该也都有很长时间了 老了山中老树多嘛 对 底下就是霍山 中国的中镇 飞红塔世界认证记录 对 2018年 世界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琉璃塔 塔身以青砖继承 总高47.31米 平面呈八角形 共计13层 共计13层 好 我们绕塔三扎哈 绕塔三扎 当年拍这个扫塔的时候啊 有一个细节 他拍的唐僧师徒啊 是从下往上扫的 从下往上扫的 嗯 这就引发了一个哲学里边的讨论 为什么师徒是往上扫的 嗯 原则上来说往上扫的话 越扫越扫不干净吧 对 因为脚又踩了 脚又踩了 所以这就是应对的 实际上他们的一个哲学的考虑 嗯 第一个呢叫做起点低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千功 嗯 从下慢慢往上 嗯 这也符合一个人的发展的规律 嗯 起点低 第二个呢叫做当下净 嗯 你扫每一层的时候 当下它是干净的 嗯 第三个呢叫做回头脏 我们今天即使做到百分之百的努力 也有遗憾呢 也有遗憾呢 遗憾长相随啊 最后一个呢叫做平常道 嗯 我们终究是很难去解决很多问题的 但是我们这代人要做到我们这代人的贡献和努力 温馨无愧就行 哪有十全十美 对 无人机在飞 你们能把那个拍的视频保留下来 一会发的账号是什么 就是转三扎 这个 按照这个方向转三扎可以吗 对 然后这个视频一会发的账号能发布 可以 也不要用录屏的 拍个清楚的 就以咱现在这个角度绕着塔 然后无人机相对远一点 位置低一点 啊 远一点低一点 然后能拍到塔上面的全景 绕三扎你发账号上 嗯 我们替一些来不了的朋友 对 许个愿吧 东老师你说许愿 你看这个 船子头上正好有 有文字 这个很不容易啊 它是烧好以后的琉璃又定到上面去的 对对对 一定是上面去的 船头上 它用这个 其实弄着琉璃瓦也有一个优点 因为农村生活的孩子都会发现 小时候那个木头船 最后有那种风 土风 它就把那块 折进去了 对 它时间长甚至可以把它刨个窟洞 然后把它刨成一包扎了 最后它就在里头要铲暖 在里头弄窝 就是大概这么大 我们把那个叫 我们那儿图画叫葫芦包 葫芦包 我不知道你们把那叫啥 差不多也叫这个 是吧 它是腰是黄色的 肚子是黑色的 很大 它遮人特别疼 所以这个其实就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正好把外面保护的完完整整的 对 风雨啊 还有这些蜂虫的侵袭 葫芦包是不是一种像马蜂一样的东西 对 但马蜂腰细一些 马蜂细腰马蜂 葫芦包 嗯 然后呢上面一层还有字 嗯 就您刚念的底下这一层嘛 对 上面你看还有一横字 这些字不是有多难用 达罗西 关键是不知道该怎么断 嗯 从哪个字开始呢 它是 它实际上写的是西达多波达拉 从西字开始 啊 西达多波达拉 西达多波达拉 出自于楞严经 嗯 楞严经 西达多波达拉 哎 所以飞红塔的细节很了不起 董老师我再拉你看一个细节 我们再继续慢慢的转 你看这儿有一个冰甲 有一个神将 我觉得这个景照出来非常的漂亮 你看这一尊 尤其背后衬托着这个 前面这个小阁楼 景非常的漂亮 就是这一尊 我们把它在建筑上 一般叫做冰甲 在民俗里边 一般叫做四短人 就是四个短见人 为什么把它放在顶上呢 传说他就是中国 这当然是个传说啊 因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韩信 罗成 周瑜和子都 周瑜这个人呢是气短 对 细生于何能量 所以三七周瑜气死了 短短命 然后呢 罗成呢是命短 据说他娶了五百个老婆 长在一个木楼上 然后生活在一个木楼上 后来点火 他一吵架以后点火 把木楼给烧了 把老婆们全是烧死了 所以这种坏人命短 所以再放在顶上 还传说呢有一个人叫做 呃 呃 韩信 韩信这个人呢 谋短 嗯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萧何月下追韩信 拉回去说你跟着老板继续干吧 他没有那个意思 结果回去以后 被吕厚在威阳宫里面 拿菜刀子多次了 砸死了 所以生死一知己 存亡两妇人嘛 当年饿得吃不起饭的时候 他陪你东山再起 然后呢 事情干成了你把人害死了 是啊 嗯 所以把他又放顶上去了 子都呢 传说是春秋第一美男子 到底有多美也没见过照片 但是他心短 他和别人赛马的时候 他是赛不过 所以他从马肚子底下 拿剑圣人的马腿 所以把这四个呃 呃不太好的人放在顶上 告诉人们 风物长衣放眼凉 牢骚太盛 防肠断 人登高远望 必然要开阔胸襟 实际上中国的这些 都是有教育的 风物长衣放眼凉 放眼凉 嗯 大气一些 大气一些 别究竟 明代人家的这个无言 现在县制里头有关于当时明代重修这个塔的那些记录 有 有 因为当时在红彤最大的几座寺院 就包括广胜寺 还有新唐寺 对 这个重新的时候 前也是百姓 供奉的 修这个塔的时候 是达连和尚跟老百姓去画园募资的 啊 就你刚说断臂的 不是断臂的是经代的那个明女崔法针 嗯 所以他当时 画的钱呢 做的照成金赠 明朝的达连和尚呢 又画的钱呢 建的就是宝塔 琉璃很贵 当时能有这么多琉璃 把这么高的塔修起来 能画园而来 说明山西真的是一个 在俘幼之地啊 对吧 大家都是很虔诚 都愿意 要不然你能画园的这么多 嗯 山水有清明啊 对你在当时修过这 不亚于现在修过大隧道 对吧 而且这就是老百姓 一砖一瓦捐出来的钱 也说明了真的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富士 是没钱他修不出来 你要说你这个师傅再有能力 你去画园 如果老百姓都穷得叮当下 又怎么能画的到呢 难为五米之锤 对 对 这是明代的一个铁钟 随便来个什么都是几百年前的 啊 呃 国座已改 岁月也已经很久了 对 三绝的第一绝就是这座飞红宝塔 这才是第一绝 第一绝 第二绝就是以前收藏在这里 现在放到了北京的国家图书馆的赵承金藏 嗯 还有一个壁画 还有一个壁画 我们现在就去 好 还没看完呢 没呢 广盛寺分为上次和下次 哎呀 你看今天下午这免费 大家来啊 是的 三点之后好像是 而且他们应该是延长了营业时间 嗯 而且这会来到广盛寺的朋友呢 也可以坐当地政府的免费的这个百度车 可以去大环树景区参观 还有免费的百度车呢 哎 东老师 走到这的时候再看浮屠焕发 感觉是不是又和刚开始 不一样的现场的感触 因为真的是 回头这一瞬间 你看天多好啊 对 你看咱刚走那还掉雨 现在天晴了 嗯 换人一心了 雨过天晴 浮屠焕发 东老师我们大概可能需要十分钟才能 五到十分钟才能到下次 好 嗯 果然是天晴之后它看得更漂亮 还是得有雨水的冲霜啊 这是老板主要 你现在转场去下次 好 我们去下次 那导游老师是坐哪个车来 导游老师在后面 然后 有另外的车 好 我跟传希坐这儿啊 对对对对 一会儿再见 一会儿再见 转场啊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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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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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现在国产的电池做得很好 嗯 这个我们在河南时候就已经做过了 是的 但是当时大家可能还买不到 明天就能买到的 我们前两天出去的时候 我看小贝 还有捧捧 还有捧捧 他们几个都说在讨论要买车 哎呀 其实这个车就跟另外一款 另一个品牌我不方便说 嗯 它也是北京的一个汽车品牌 新能源车嘛 新能源车 其实它俩在参数上 好像几乎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好像是全汽800瓦快充 然后他们在选地方的时候 看了一些 然后回去给我们看照片 可能但是在照片上 无法完整的领略它的那种 恢弘 对 它的精妙 嗯 但是来到现场我觉得还是很棒 把那个窗户升上 要不然开 对 得空调浪费的 现在就是身临其境了 就像昨天的虎虎虎虎一样 对 总是不一样 我们看到的很多风景啊 名声古迹啊 包括这种大江大河 有的时候视频啊 或者说照片 它无法完完全全的呈现出来 它的美感 和它的这种状况 绕塔三扎 嗯 替镜头前的你 许了一个愿 但是我看到你在评论区也表达了 其实 你发现大家 表达最多的愿望是 家人 平安喜乐 对 健康顺碎 平安喜乐 黄金枣 哈哈哈哈 昨天我们卖草 黄金枣 黄金枣 有时间其实跟你家人出去走走啊 这个车经营效果还挺好的 嗯 上面还有这个 看起来好像我们是很晒的样子 但其实上面它是有一个防晒系数的 包括前挡风玻璃和上面的这个天窗 嗯 都是有的 唐朝的叶子 历史的痕迹 对虽然它每年都会焕发 你看虽然我们说松柏长青啊 但是它叶子也会在换季的时候会有掉的 发黄 对它有的小的汁它就掉下来了 然后它还会持续长出新的叶子 只不过它不像那种 阔野它每年长出很多 落很多 长很多 它长的少落的少 但是它仍然会有 来到山西呢 感觉好像一切东西都是 都是被剥救了的 但其实这种 背后就是岁月的沉变 我们昨天今天 前天一直在说的 这么多的古建筑 你想历史上 其实还是有破坏 还是有甚至有焚毁 还有倒塌 但即便如此 它仍然现在有这么多流传下来 那你想在古代它得有多少啊 对 能修那么多 这儿的人是多么虔诚啊 是的 对吧 另外它能修这么精致 它得有多少钱呢 所以这儿是真的附属 嗯 到了是吧 到了 下来这个坡就是 稍等一下 好 其实昨天我们还看了一个 这个图片 说这个现存的很多 名胜古迹和宝塔 有几百座 要大家一一去打卡 一一去看 刘宁 对 对 还有多少钱是吧 其实你把 能去的 或者值得去的 想去的 列一个清单 嗯 这是最有效的 对假期规划方式 要不然很多人都是 假期之前不知道去哪 到假期当时着急 然后最后去的一个 人很多很挤 自己最后不满意的地方 是 山西呢 就适合 自驾 嗯 然后 因为它全是挺远的 对 它景点很分散 但其实要不分散 山西早都 特别成为 特别火的那种 呃 旅游景点之一的 就是因为分散 所以大家平常去的 可能太方便 那边上 好 你好 你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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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零德维心 萧 两县 明珍 印天 一头 好 好 一、二、三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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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朋友们 大家好 经过短暂的转场 其实就说山顶到了山底 就是从广盛寺的上次到了下次 所以这里仍然属于广盛寺 今天下午三点之后 也就是今天 就今天一天是免费的 你要来的话 记得两个地方都看 这两个地方平常是有车的 有百度车 有百度车 免费百度车大家可以坐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在这头欣赏 一样精美的壁画 壁画 包括戏曲 《红铜线》出名呢 还有第三件事情 就是传唱在整个中国 其实大多数的剧种 南昆北溢东柳西邦 几乎都有一出戏叫做苏三起见 或者叫做玉堂春 或者叫做女起见 那么苏三离了红铜线 将生来到大街前 未曾开言我心惨淡 过往的君子你听我言 所以当这个戏曲传到全国各地的时候 全国人都知道苏三离了红铜线 红铜线 请 请 好 请观众朋友先走 好 请 好 请 好 请 怎么唱 怎么唱 松范里了不欣赏 专业 好厉害 好厉害 咱还没放声唱呢 大学就是学这个 学京剧的 对 学戏曲的 然后我也来个刘大哥 你来个玉局 对对对 好 负面戏台上已经有戏曲表演了 哎呀 静男的服劇 火烧吧 火烧吧 好厉害 那是 不要 什么 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些的伞锅就给他俩打着他输不了 维维说人有伞 中国民节很多 剧众也很多 但有机会在几百年的器材上 扮持着后面的灰砖 有如此丰富的传引的机会 这个是什么朝代的 这实际上是一座元代的器材 在民国期间进行过维修 说是现在国内存的元朝的器材全在山西 这么说吧 中国现在保存下来的晶圆式的器材 全部在山西 并且现在保存下来最早的一座器材 是山西高屏的二郎庙 王豹村的二郎庙戏 也在山西的竞城 原代的器材十几座 几乎都在今天的山西上 所以山西博物院有一个展厅 这叫做戏曲故乡 你要不上去唱一段 你要不上去唱一段 你会耍那些吗 这不是我的行道 是吧 他学的应该是五代 就是以武术为自己的擅长 我自己学习的那是唱面表演 是我的擅长 就是你不会耍那些 对 我不会 就相当于他是这个学术界里边 文科理科 我相当于就是那个不会武功的 你没有文科 对 这个天热很热闹 对 但是呢 打斗的这样的一个场子 哦 你看他的手 对 所以其实戏曲 他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把这个故事剧情 和你的这个记忆结合到一块 他既有难度又有剧情 手眼心法步 对 是的 他那个是在什么上转的 手指头上吗 感觉上在 他那个是有个道具 两个棍立造在一起 啊 呜 呜 呜 在文物室台上表演全程取一 啊 哎呀没事没事 谢谢 这段不用给我们镜头 全程给那个 好 对不用给我们镜头 给表演的人镜头 结束了是吗 啊 结束了哈 还有还有 那他说结束了 以前的时候呢 曾经呢 古剑 没了 古剑主界呢认为 山西的原的戏台有八座 但是后来呢 陆陆续续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一些 科学的发现 那么山西呢 保存了中国晶元时期的戏台 五谷 五谷 现在可能很多的 孩子 都已经分不清五谷了 这个也不是说他们不爱学习 是他们可能真的已经远离农村了 我看这是老豆子还是新豆子 哈哈 这像新豆子 以前那种老品种的豆子颗粒很小 哦 但这种老黄豆其实很好吃 现在的新 因为后来的黄豆其实最早是放映于中国 后来国外人培养了很多 很多新的品种 哦 没有以前这种老豆子好吃的 我们中国人种豆子的时间很长了 对 所以 这也是古树啊 古树啊 尤其长成这种球龙状的 以前说树怎么能看它老不老呢 有一句话叫做千年的巴来万年的流 就是树只要一结巴就比较老了 如果它那个巴呢又成往下的流动状 那就更了不起了 所以它是受地心的引力影响 千年的巴来万年的流 所以 哎 冯老师你再回头这一瞬间又看到这个 几百年的老戏台 对 演员已经撤场了 对 一两人千军万马 三五步四海九州 少了些凳子 少了些凳子 我觉得当年其实在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像呃 山西人这会儿还午休呢 还午休呢 说早了 咱只属于在别人午休的时候抢着工作 卷 卷他们 卷 经验 评查是不是这会儿你们也午休的 哈哈哈哈 今天强大精神 老师 所以后来从甘肃再来到山西的时候啊 就感慨一件事情 一直以为是客局 原来才是故局 原来你是回家呀 原来是回家 还有一种做成了这种 就是用砖和瓦的棱子做的防滑 这个叫做姜踩 姜踩 刺阿踩 姜踩 姜踩的 不然冬天就没法下 要不怎么就滑的受不了 对 所以这种姜踩呢 就是另外一种做法 主要是用来防滑 对 主要用来防滑 它就是砖的棱 棱子 就是像那轮胎花子一样 轮胎花子 做的月棱可能 看防滑效果更好 对你看这也被人手摸走 发光了吧 油光赠亮 吃狮子 这是元代的小狮子 元代的 元代的小狮子 感谢你镇守了 近千年了 步步高升 步步高升 你看 都被头顶都摸 摸秃鲁了都 摸秃鲁皮了都 元代的水神堂 元代的水神庙 水神庙 民营王殿 然后外面这些塑像也是元代的 是 现在也已经成了我们保护单位了 是吧 对 不上香火了 我们著名的广胜寺三角 飞红宝塔 赵承金藏 最后一角就叫做元代壁画 我们把它叫做教科书级别的壁画 为什么呢 因为它编入了1998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所以它真的是教科书 但是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 嗯 它不叫教科书级 它就是教科书壁画 哈哈哈 在里面呢 是在里面 你看这也是可能来往的人这个腿啊 裤腿啊 或者斜斑啊 嗯 或者肉身 裤脚啊 对 刷在它上面 这是真的流吗 对吧 对 把这都磨光了 董老师你还小 你小时候有没有住过炕 住过呀 炕不是边上做个炕边吗 也是磨的光光的 磨的光溜溜的 嗯 炕边一般木匠只用一种木料做 就是枣木 枣木的油性比较大 嗯 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越用越光 嗯 你如果用个硬砸木的话 最后的结果它一旦一开裂 到刺 人往下一下抗一出溜 那裤子就滑烂了 嗯 啊 枣木 是 这座元代大殿里面 正中间供奉的 正中间供奉的 就是水神 嗯 因为门口就是灌溉 红铜和照成两线的霍权 霍权 水神供在中间 供奉的就是修建四川都江宴的礼宾父子的礼宾 嗯 上面一块大扁写的是 善恩汪慧 就是感谢神仙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情 善恩汪慧 我们无以为报 嗯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壁画 这幅壁画上过教科书 嗯 就非常的重要 东老师大概在这个位置 啊 民间说的二郎神就是 二郎神也对 嗯 二郎神呢就比较有意思了 大概有三个版本 一个呢指的是隋朝的加州太守 就是现在乐山的市长 嗯 他的名字叫赵玉 就是隋朝的赵二郎 嗯 还有一个二郎呢就是 治水的礼宾父子 嗯 他的儿子叫李二郎 就是住在四川的灌口县 就是现在的都江宴 对 还有一位二郎呢 就更有意思了 就是披山救母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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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中国的二郎神信仰是比较普遍 对 这幅图就很有意思 这幅图呢实际上就与广盛寺的门前的这个获权有关系 你看他这个黄袍的这个官员啊 嗯 他戴的是宋朝的燕赤帽 对 很直的燕赤帽 宋朝的官员的燕赤帽就是一根直棍 对 然后呢 往上身拐一下 那是明朝人的习惯 啊 那么燕赤帽后面跟了一个历史 我们一般把这种上身不穿衣服的 短大的形象叫做历史 上身穿着铠甲的一般叫做天王 这个历史呢 你看脸上是一个猙獰像 代表他是在用力 他在拽底下这头黑猪 这口黑猪 对 为什么呢 刺着鸭 刺着鸭 黑猪也在挣扎 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 黑猪是水渠的拱位者 对 在拱渠嘛 黑猪拱渠一拱以后 这个渠水又出来了 实际上一定是一个水的故事 这边呢 上面这块有一幅画 有一幅画 前面那个棋看的很清楚 大唐 大唐 那这个就没法作假了 我们知道壁画几乎是没有办法修改的 壁画现在即使维修 也只是对他的起甲呀空谷呀军裂呀 对 进行一些维修 你不可能重新画 重新画实际上是二次创作 这上面写的大唐 这幅图呢叫做赤剑新唐寺图 鸿铜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景区 就是新唐寺 梁思成先生当年在他的考察报告里边 就写过新唐寺 然后呢赤剑新唐寺图 你看后面呢有一个滑盖 滑盖下方呢 大家守卫着一个 前面是一匹马 马在身上驮着一个供奉舍利的一个塔的造型 上面飘着云去飘到了空中 那么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画的是旗语图 嗯 中国到现在为止 它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家 对 水利资源对中国的老百姓太重要了 风调雨顺是最重要的事情 哎 风调雨顺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地方官呢为民谋心谋利 所以他呢手里拿着一个像纸一样东西 再向水神祈祷 希望水神给他多降一些清风细雨 乾坤令 降一些雨 但是呢他又降降三分就好 降的多了 就成灾了 降的少了水又不够用 所以三分为好 最近呢山东我才注意到山东河南很多地方大汗 我们也自然 希求一下 嗯 起是一种起报是一种心愿嘛 嗯 那么正中间呢水神端坐其中 董老师您看啊 水神的壁画造型 和正中间的塑像造型是一模一样的 对 这就是中国传统雕塑里边的画素一体 嗯 而且你看水神的这个眼睛和眉毛 它是有一种威严在里头的 嗯 神灵有应 仰达神修 一定是要有它的所说的威严 而且我发现你看这里头 所有的文管它的长相 其实是比较 相对来说 比较庄严 然后比较正常 但你看旁边其他那些 后面那些 整个都是怒目原睁 脸上呢 曲线的比较多 武相 对 长得凶神恶煞 凶神恶煞的 因为 不用霹雳手段 不显菩萨心怀嘛 呃 董老师您看哈 呃 这幅求语的内容呢 实际上 它是进入了中国人的想象力的 就是我们知道求语 在科学上来说 我们到底如何来做呢 所以它充满着想象 水神是一位神明 所以他旁边有他照顾他的人 嗯 就是我们从宋代以后形成的这个六上 你看旁边的这些照顾他的这些服务团队 有人在拍那吗 诶 对 大概是这幅图 嗯 或者你们过来个摄像机 摄像机来站这 我们往近退一退 对我们应该把最好的机位给摄像机 你过来站这 大概是这幅图 我们看不是重点 让观众也要看 现在太棒了 现在正好自然光都这么的亮 对 嗯 现在主要是外头正中午呀 正中午 山西中午 对 就是拍这些你们摄像永远往第一 最好的角度走 对 摄像师呢 现在正对的这尊侍女呢 你看她手里带了一个白色的 像包袱一样东西 对 这个里边包的是什么呢 包的是鼓琴 琴 她要在下午吃完面 睡醒以后给水神弹一弹琴 让她去 面吃多了 头有点混 滴血糖有点 对 然后呢 还有前面的这尊侍女在捧着花 就最前方的这个捧着花 然后呢 旁边有给她拿各种各样的 面吃多的是高血烫的 我说低血烫 实际上就是她的服务团队 哎呀 你看 我们照顾她越好 她才会给我们降下甘霖来 我在这个角度看有点立体的感觉 一般这种级别的壁画呢 她都为了让她显示立体感呢 她都会用一种非常传统的技术 叫做粒粉对筋 包括你看这个 前面的供的这个纹尘呢 对 纹路啊 她衣服上也是啊 也是堆积 立体感觉非常强 老百姓把这四根象叫喜怒哀乐 喜怒哀乐 喜怒哀乐 中间端坐在椅子上的就是水神 喜怒哀乐分别 这个像怒是吧 这个像 这个是啥 其实是老百姓的一种想象 喜和乐 给这四个 叫做脸部一个镜头 让大家判断一下 到底谁是喜谁是怒 这么细看好像有点微微像样 这个吗 对 但是老百姓有想象 古代的工匠他不见得是想象 因为这一定是他要认真对待的事情 所以董老师在这儿有一幅 写入教科书级别的壁画 通过这个神像和这个柱子中间 你往上看 有两个人在下棋 对 在下棋 您仔细看呢 他又不像象棋 又像象棋的棋盘 但又像围棋的棋子 有楚和汉剑 但是呢棋子感觉又像围棋的棋子 那这是元朝人画的 在元朝我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这种 博弈的这种娱乐的棋具 或者说是画师也不见得完全写实 都有可能 对 嗯 就在这个对异图 也叫下棋图啊 正上方有一个像打高尔夫的样子 董老师 您往那个下棋图上看 有人弯着腰 是 这幅图就是著名的垂丸图 垂吧 垂丸图实际上比西方打高尔夫要早了好几百年 哦 那么底下是下棋 上面是打球 有 我们大胆地猜测一下 下棋 第二段是棋 上面是打球 第二段是球 是不是就是起球的意思 有可能啊 因为画这些壁画的时候 工匠一定是脸上非常素整的 因为他们在为神仙做事情 对 嗯 但这只是猜测 因为梁先生当年说过 广圣寺的下寺旁边的水神庙里边的明英王殿里边的壁画 是他见过的中国所有的四官壁画里边唯一一幅展示世俗题材的不以神佛为背景 嗯 你看画的是老百姓的事情 是 但是最精彩的画老百姓的是在这边 嗯 是在这边 咱俩可能还得挤到那个缝隙里面去 没问题 摄像先进 摄像先进 嗯 就这个位置 大概 大概这个脚上 嗯 这幅壁画呢 叫做麦鱼图 我们会看到中间的 啊 那个秤上秤了一个东西 秤上秤的 最关键的上面两个大boss 他们 那个人手上拿了个秤 下面掉了几个鱼 上面的箱是秤 是吧 放大了中间 三尾鱼 画面正中间 在这 嗯 现在画面正中间 如果把画面分为九宫阁的话 正中间掉了三条鱼 看到没 嗯 然后上面一条白色的线 线在上面就是秤杆 然后这个人眼睛在看着秤杆 看到没 鱼在正中间 嗯 嗯 鱼在正中间 是一个黄袍的老者 嗯 然后呢 满脸堆笑 一脸瓷虚 他为什么要笑呢 因为你看他穿的是草鞋 他上面那些达官显贵 他应该是卖鱼的 他是卖鱼的 他太希望这些达官显贵买他的鱼了 而这些达官显贵根本不缺吃喝 你看他的桌子的正下方 甚至还有一个木头的像抖一样的造型 里边应该放着冰镇的瓜骨 对 你过来看 能看到西瓜纹 嗯 你拍这个 不是这 往这边一点 这个案子底下 现在画面正中间 九宫阁的正中间这块 大家看到没 有纹路 是西瓜的纹 冰镇西瓜纹 所以这人不缺吃的 但是仍然买了 你看人桌子上面还有 桌子上面这应该是汤是吧 嗯 而且旁边的这幅画里边甚至还画出了 各种各样的古代的瓶子 嗯 包括 你像现在呢 旁边这幅图然有那个植壶 嗯 甚至有梅瓶啊 春瓶啊 这种 我们在古代器物学里边 明物学里边看到的一些东西 嗯 但是最动人的是他满脸对笑 想把这个鱼卖给人家 他穿着草鞋 嗯 但是他又不敢激怒对方 嗯 可怜身上一阵丹 心忧探见 怨天寒 怨天寒 但是呢 就在这一瞬间看到了让人非常 伤感的一幕 如果再仔细的拍那个买鱼的那个人 你会发现一个细节 他在用左手的小指在挑秤坨 对 我们都知道在赶秤里边 还在偷肩耍花 他还在偷肩耍花 他不想给那么多的钱 他都那么有钱了 他都那么有钱了 嗯 所以这是人知道孙不足而补有余啊 嗯 对 就是这儿 中间现在画面正中间九宫阁 这是这个人的左手 他用小手指在排正图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呢 三尾鱼正好是三分语的意思 就语不要多 然后那边呢是下棋 这边是麦鱼又是棋语的意思 我们更想听第二种故事 要不然太让人心痛了 太让人心痛了 只是下雨但不要太多 收一点 收着下 下雨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早上 我们一点多的时候 在上四飞红塔下 看到雨纷纷嘛 对吧 实际上我们看看 那边是球雨 这边当然就是降雨 雨已经开始下了 你看上面已经开始下了 然后董老师你看正中间 就以画幅的整个的 正比例的正中间 水城的头顶上 我们大概会看到 一个面貌长着雷公嘴的造型 对没事您讲 我给他对一下镜头 好 对董老师应该能找见那个位置 对我们让摄像师 往那个位置对一下 对 长着一个尖嘴的人 他旁边有一圈 实际上都是小鼓 小鼓 小鼓 然后呢他拿着枣子和锤子 在转圈的打那些鼓 对 他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画像里面的雷公公 雷公长着尖嘴 所以我们说雷公嘴 所以那是雷公 对一圈的鼓 然后呢我们还在旁边能看到打茶的人 啪啪 对 闪电 雷公电母 雷公电母 风波雨湿 然后呢雨呢通过这就下来了 浮降甘霖 云行雨湿 最关键的是他们在下次画壁画的时候 依然忘不掉在霍山半山腰上头顶上的上次 所以他们在这个脚上又画出来上次 对 但是这是画的元朝的就是那个 元朝的那个飞红塔的前身 但是看起来很像 对 你看你看那个塔还在 彩虹的颜色 在我那边 下完雨以后发出异异的光彩 琉璃滴碎 飞红通天 所以说明人就是这样 降的就是这儿的雨 这雨下的很寸 下的三分雨 下的三分雨 然后教科书里面还画了什么呢 教科书里面还说了这幅壁画 这幅壁画太绝了 上面还写了太行散乐 中都秀 在此座场 古代太和大是同一个意思 所以就是 太行 散乐呢就是一种演唱形式嘛 然后中都秀是这个班子的班主 然后呢在此座场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唱了三天大戏 大家都来看 嗯 那么 山西博物院里面 为什么会有一个展厅 就敢叫戏曲故乡呢 首先山西保存了中国 目前最古老的一批戏台 第二呢 山西现在不完全统计 大概戏台能保存 好几千座 第三呢 在宋朝的时候 北宋的时候 山西的泽州人孔三船呢 守在汴京开创朱公调 第四呢 远取四大家里边 按照老家来说 三位都是在山西的 两个是直接出生在这儿 一个是祖籍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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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又有戏曲的理论家 又有戏曲的作者 本身的作者 然后呢 山西又是中路邦子 也叫禁句 北路邦子 大同邦子 还有上党地区的 太行山地区的上党邦子 还有蒲州邦子 蒲句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 一些道情啊 所以山西的戏曲的演奏 种类也比较全 所以山西博物院 将它叫做戏曲故乡 这幅图画的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 都画了一个宋朝人的打扮 你看中间中都秀啊 着红袍者 薄衣飘带 手持护板 你看它的那个 当然元朝人画宋朝很容易 因为它见过 是 但它这里也有唐风啊 你看 有啊 旁边这人其实这就已经是 不是宋朝的样子了 对吧 左手边的人 你看左手边的人 然后这种 呃 一带飘飘的 对 所以你看元朝人画 我们昨天在 呃 永泽宫那也是 它有 前面一个店 就是传 就是传统的唐风 包满 线条很长 然后它有一个 也是宋风 就是人的 法师啊 服装啊 甚至大量的留白啊 嗯 显得很清秀 可能就元的 因为元他草原民族 他自己对于审美 跟中原王朝不太一样 而且实实就是来说 他没有中原王朝 当时那么成熟的审美 嗯 技法和审美标准 所以他来了之后呢 发现哎 唐有唐的美 送一送的美 他干脆就 我也知道哪个更好 但我觉得俩都好 我就给你都显示着 嗯 我觉得有可能有这种考虑 呃如果我暂时创作出来 更好的一种想象力 那我就用你 我就继承 留给我的 继承本来就是一种红羊嘛 是 所以这个壁画里边啊 董老师 你刚刚提到元朝 你看实际上 它后面有一排 有人就戴着元朝的帽子 对元帽子 这个这个 元朝的帽子 对 这 圆的帽顶 注意带着边呢 这就是元朝 对 甚至还有丑角 然后中多秀呢 作为班主来说 他稳居C位 然后呢 一脸的庄重 他可能是一位女性 在女扮男装 啊 就最中间这个 对 最中间这位 红衣服的 着红袍 着酱袍的人 对对对 最动人的一个瞬间 是哪里呢 最动人的一个瞬间 可能是他感觉 要超时了 嗯 所以你看 在那个脚上 有一个催场的一个小朋友 聊开帘子说 到底还有多久 对 小孩在催呢 小孩在催 小孩说赶快下个准备好了 下一个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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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幅壁画呢 你是那个小孩 实际上我们看的是历史 嗯 但是历史何曾不是今天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这还可以看到一个瞬间 哎呀 戏曲活过来了 好 感谢感谢 拍壁画的时候 你们就往最后边去走啊 好 我是一个小孩 一张的 听说 一张张废 一张张废 我先来一张 对 龍 你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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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今天的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山西去玩 它其实除了有非常多优秀的壁画 还有这样有魅力的扑剧 对吧 戏曲之乡 谢谢 我在这里推广一下我们在这里推广一下我们在这里推广一下我们《灵魂扑剧》我们扑剧呢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就是除了昆曲以外呢可以说是也算一个比较悠久一点的剧众所以希望大家能 欢迎 欢迎 那这样我唱一段金剧版本的苏三起见老师唱的扑剧版本的 扑剧老师不一定有那个 合一个 合一个 但是我们出去就是害怕大家听不太懂 听不懂没事 没关系 行 咱们是哪个镜头 这个镜头是吧 好 那我先来一段金剧版本的苏三起见 苏三立了红桶线江山来在大街前未曾开演我心内参国王的君子听我演那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心传就说苏三把命断来身边求爱 阿马我都保缓 好谢谢 好 来个扶剧版 我本是 啊 啊 两家 女 赴 为 观 我 啊 是 这种村 为 送 啊 啊 啊 好谢谢 哈哈 在今处里这个鼓掌叫叫好 叫好 反本不太相同 反本不太相同 也可以听懂 当然 对 就是山西话 方言 所有的地方其他都以当地的一个语言为基础 对对对 我们主要是以 普普州就是永记 你们已经去过了 我们发源地是永记 嗯 感谢 感谢 谢谢 谢谢董老师 欢迎你常来临盆 哈哈 能挡个手吧 哈哈哈 你得把麦给 哈哈哈 这样麦给你顺到我们普及了 哈哈哈 谢谢啊 我们接下来要 要去下一地方了啊 感谢您 我虽然这个不会戏曲 但是我把这些记录了下来 但咱会鼓掌啊 对啊 对咱会叫好 对吧 咱当不了主角 咱能当这个观众 是的 然后我用这台OPPO Reno12手机 然后记录下来 它的动态的照片 有一个Live的功能 所以说声音和画面都已经有了 对 有一个Live功能 对 啊 所以你看这么 那个啥的文物 就在民宅之间啊 嗯 所以小时候我听山西朋友说 村里都是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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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每个庙里边都有 呃 很多学校啊 很多这道学校有壁画 都有壁画 嗯 以前的学校就在这些地方 对 我我以前上学那学校是 以前地主家的祠堂 祠堂 啊东老师你看这根大梁 我们总是说古建筑特别 废墨料 嗯 你看这后面有一根备用料就在这个位置放着 哦 已经这么多年了 因为这个料一直没有用起来 嗯 但是你看放在地下的时候它有多大 嗯 我们中国啊我们现在看到元朝建筑 我们觉得稀松平常实际上 这一整根料啊 就这这这个料 底下这根料 嗯 底下这根料 如果换上去的话就是它的一根大梁嘛 这一般是什么木料 什么菜 呃一般是松木 这根木料呢还是进口的 啊 因为啊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细节就是中国的古建筑啊 明代以前都比较大 明代以前的尺寸变得比较小 我们现在没有古术了 我们看到元朝的建筑觉得这两天已经看了很多了 实际上整个中国的元朝建筑也不过几百座 对主要原因为什么变小了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明朝以后木料极度的短缺 没有古术了 没有古术了你怎么来做嘛 二个原因就是砖体墙的出现 墙上开始使用砖了 它就不需要肥炎那么长来保护它的土坯了 对 所以自然就变小 对所以你看就是大家现在发现很多人喜欢看建筑 喜欢看唐代建筑 肥炎是最大的 肥炎是最大的 从唐以后肥炎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中国古建筑 精彩部分就是在看房顶 中国古建筑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大屋顶 大屋顶 龙老师你看这儿其实还有竹子 在山西啊 南部地区可能竹子比较好长 一过燕门关可能长竹子就长不出来了 所以僧人喜欢竹子呀 在山西的太原有一个寺院叫童子寺 里边呢好不容易长出来一根竹子 然后呢 四僧呢每天让一个小沙迷呢去看见竹子好着没有 所以小沙迷每天要抱一遍平安 所以叫竹抱平安嘛 啊 我们这儿就不上去了 这儿不上去 对这儿就不上去了 但是呢 这是大群宝殿 呃这是他的前殿 前佛殿 前佛殿 为什么不上去了呢 因为当年梁林两位先生 呃在山西考察的过程中 他们当年旁边是中古二楼 中古二楼犹如城之双雀是标配 他们当年其实就是站的这个门口 就和咱们两个现在这个位置一模一样 在巷里边无限的张望或者是畅望 一个穿着素白的旗袍 一个头戴圆形的礼帽 穿着戴背带的西裤 嗯 在那一瞬间 在张望这座大殿 他们晚上也住在这里 嗯 因为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是不能比 嗯 我们其实很难去惊扰仙人 嗯 因为梁四成和林慧英两位呢 这一对学者康丽啊 他们曾经对山西做过四次的 古建筑的科学考察 第一次呢 因为他们1928年回到国内以后 就一直特别想找见中国早期的 木结构古建筑 对 因为当日本人说唐没有唐代以前的 是 没有唐的 没有唐代以前的 所以在1933年的时候 他们首先考察了山西的大同和印线 1934年的时候呢 他们受 学者费政兴 费未梅这两位外国人的邀请 来到山西呢 待了好几个月 嗯 写了一本书叫镜坟古建筑 预察济掠 嗯 济而不考 约济 济而不降 约略嘛 所以你看他是写书的方法 嗯 然后1935年去陕西的时候 又路过的时候做了一边测绘 直到1937年发现了著名的佛光寺东大殿 是唐代的建筑 据说是在那个背后 看见有唐代时候有人留的字的 是 刚才我看到董老师实际上也是一步三回头 好 就像我们看到的 下室的大殿的全景一样 一步三回头 实际上是在向那些前辈致敬 向前辈所做下的这些文型工业致敬 但是现在虽然他们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海中间了 但是我们和他们背影对望的时候 一回头却发现他们将广盛寺的伟大 写进了他们毕生的心血著作 中国建筑史里 这是中国建筑史里边 当年拍下的眼前这座建筑的老照片 当年拍是这样子的 对 这墙是当时刷白的还是说照片原因 当年看着就是这么个颜色 外面这基本都是一样的形制 是 他们呢 广盛寺的门前 是有霍权 霍权呢 三七分水 红三赵七 这里是姓杨的发源地 也是姓赵的发源地 所以红丛出了一位著名的 书画家叫董寿平先生 董寿平先生就给他老家写下了 四个特别饱满的大字 杨国赵里 这里是姓杨的国家 姓赵的起源地之一 所以今天的红铜县 已经是合二为一了 但是梁林两位先生呢 当年来拍摄的照片 其实在这一瞬间又光滑闪现 这就是红铜县 它是一个伟大的移民文化 所以红铜一直在努力地 达到一种家文化 所以我们来感到非常的舒心 因为家是一种安详的依恋 所以说走遍天涯 红铜世家 并且这里 也是很多著名的古人的老家 放大的红铜县 你比如以前赵承出了一个人 叫张瑞基 他在广盛寺里面写过牌匾 我们知道清朝末期的时候 无须变法 无须遛君子被杀于 斩杀于蔡氏口罚城 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君子呢 就是文玺的杨申秀 就是靖南的杨申秀 他被杀了以后呢 在北京没有人敢给他收尸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就是一个反叛之人嘛 对 那么 冒天下之大不为 冒天下之大不为 而且很可能要 咬满天下 骂满天下的人嘛 而且要株连自身了都有可能 对 所以呢 山西凌坟出了一位 著名的实业家 1908年的时候 他就在山西的省城太原 点燃了第一盏点灯 所以他是实业家 他的名字叫刘都静 他拉着自己的平板车 架子车 因为他知道去北京收尸 可能会连累了很多人 所以他只带自己的儿子 轻轻地拉住自己孩儿的手 因为你是我生的 你要和我同生共死 所以他拉着这个平板车到北京 把杨申秀的遗体拉回来 用大头针 当时说的大头针 实际上就像是长针 缝了八针 把头和绳子缝在一起以后 把他悄然地安葬 所以他到北京 找到给他帮忙的那个人 就是红铜人张瑞基 所以我们去看 他们写在广盛寺里面的牌匾的时候 岂止是一方木料 岂止是横平竖直的点横平 实际上是看到这个 红铜这个地方的人 直实和勇敢的一种 苍敬的作风 就像艳照悲歌之事一样 他们是有担当的一批人 所以再往大的去看 陵墳这个地方呢 还出过祸去病和胃轻 一生六针何锡 打匈奴 为我们最后争取到何一走廊 然后呢 摄四郡 锯两关 如果再去看这个红铜县 今天的新红铜县 你就会发现 它又是摇之女 顺之飞 俄黄女婴生活过的地方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 每年三月三的时候 欢迎大家一定要来红铜看一看 这个地方会办一场 非常宏大的民俗仪式 叫做接姑姑 因为瑶的女儿嫁给了顺 对于瑶的村子来说 这两个女儿不就嫁出去了姑姑吗 所以他们要在三月三的时候 把姑姑接回来 哇 那个锣鼓齐鸣啊 那个沿途 当姑姑的神教路过的时候 所有的老百姓 所有的妇女 在激昂的鼓身中间 会成群的 会突然间跪下去 然后呢 用一根香插在地面上 上面用一个黄表纸 折一个像斗一样的造型 漫天的成土 是他们内心里面 对美好生活 对姑姑的最大的欢迎和起报 这个仪式感 在南方地区 我们有时候看 妈祖这些比较常见 但是在北方 在山西 在山西临风的红铜县 每年三月三 依然有一场盛大的活动 叫做接姑姑 所以这里是 瑶的女儿 顺的妃子 俄黄女婴的生活过的地方 这里是中国司法之神 高窑的故乡 这里也是中国音乐之神 师矿的故乡 这里也是当年迁出去 十八次 将近二百万 华夏儿女的故乡 所以红铜是一个家文化 门前就是霍泉水 霍泉水非常的清澈 因为呢 为什么清澈 因为它是 它是泉眼的 问取哪得清如许 未有源头 活水来 五个泉眼 像梅花一样特别的漂亮 为什么我们看见泉水的时候 就感觉离红铜这个家更近了呢 因为啊 有一句古诗 把这话说尽了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 华夏族的儿女 走到这的时候 都会感受这种力量 唯有门前进湖水 春风不改 旧时波 它依然没有任何的变化 它欢迎从这个地方 走出去的红铜的子孙 甚至这个地方 今天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就像董老师这次来到红铜一样 让这个一千多年的线分 两千多年的线分 再重新让中国人 对它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 大老游称小周路 新人已患 旧山船 感谢你 老师情感很真挚 措辞非常的动能 然后我们也很开心 今天下午来到这里 其实两边都是山船 可能前面是一片泉眼 自古以来 这里故事就甚多 名人甚多 悲欢离合也甚多 所以人们的情感 总是尤为真挚 尤为强烈 然后这里当然也留下了很多 非常珍贵的建筑仪宝 包括刚才的壁画 看完之后呢 内心一直在神往 然后也一直在想象 在想穿过历史的烟云 他们是走到今天 你看其实背后 以蓝天为背景 白云朵朵 硕大的白云朵 在天上飘来飘去 沧海桑田 只是一瞬间 白昼变幻 对吧 昼夜变幻 然后呢 春去秋来 寒冬或者是酷暑 暴雨或者是暴晒 其实这个房屋就平静 在这里站了很长时间 关于其他的红筒文化 刚才老师已经讲了很多了 还有一个感受就是 梁思生先生和林魂尹女士 他们俩当年 来陕西找到古代建筑 尤其是唐代木构建筑 之后那种喜悦 大家现在在听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好像在崇敬两个 非常有 有追求的两个建筑爱好者的故事 但其实你要想 比如说我们祖先留下来文化 到底有多少 我们常常在讲 自己的文化自行 文化到底有多少 音乐当然是 但是现在音乐的流行很多 我们有可能会听 爵士 有可能会听其他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 会听摇滚 那传统的乐器 比如说大家上次在湖北听到的 在河南听到 包括这次在湖口瀑布 听到的唢娜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唢娜一响 真的 其他乐器皆 黯然失色 尤其是配着奔腾的黄河 时候的感受 比如说美食 那关于食物 有多少种演变的方式 怎么烹煮 然后再比如说 关于服饰 前天在 在运程的时候 现场舞者身上穿的衣服 觉得漂亮的 前所未有 我们都没有见过 后来才发现 他们是从壁画中 然后临摹出来的 设计出来的 包括建筑 然后现在我们在城市 看到的建筑 真的只能说千篇一律 和毫无特点吧 就真的 有时候甚至觉得 有些丑陋 因为很多 它拔底而起的钢筋水 你外面的这个 保温层长时间脱落了 或者砖脱落了之后 就显得 它越旧 它越没有味道 但是很多传统的古建 因为它是木制的 它青砖带瓦 它越旧风雨越波石 它其实上面越体现出了一种 还原本质的感觉 它会觉得古朴而庄重 它不会让你觉得破败 或者是 让人厌弃 不会 所以很多传统的东西 其实我们不是一味的好古 我们是尊古 但不好古 但是必须理性的评价 其实很多古建筑 它真的是有它的美感 大的肺炎 大的斗拱 大的房梁 然后甚至上面精心雕刻的绘画 因为你想古代盖一座房子 可能一个人一辈子 他能完成 就是那么几件大事的 盖一座房子 讨一个老婆 养大一个孩子 如果国家有难 他再奔赴一次前线 其实他一生就结束了 所以他要把他一生所记载的 所有的钱财 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金币 要用在一个建筑上 他很花心思的 现在可能建筑上 他追求的是素 古代人 他要对待一件艺术品 他要让自己的建筑 成为十里八乡 所有的能工巧匠 看到都觉得 不由赞叹的一个样本 让十里八乡的 这些村民们看到之后 说这人是花了心思 这非常热爱生活 一个舒适的房屋 可能如果幸运的话 战火流离 然后地震灾害 都没有侵蚀他 在后人看到的时候 他就成了一件瑰宝 其实就是用心 去做好一件 用一件的事情 我们今天很感动 尤其是您的讲述 非常带入 看到这种场景 就是历久迷信 我今天也是非常震撼吧 觉得看到了 这么精妙绝伦的古建筑 小时候可能总不懂 或者说看不懂 这些古建筑 或者说壁画 但是到了今天 我觉得他们不是 静静地助力在那里 他们是富有生命力的 我觉得我仿佛站在那里 他们的每一个神态 都是各异的 所以说我好像 穿越回了几千年 跟他们有一场 时空的对话那种感觉 那么我们今天也看了 扑具 扑具大家都知道 戏曲有一个魅力 就在眼神 眼神戏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眼神戏 它也是富有生命力的 那么戏曲的魅力 其实就是把这些 平面化的历史 和人物和故事 更加具体化 更加具象化的 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所以说我们常说 时间它刻画了 这片土地上的文理 时间也孕育了 这片土地上的历史 但是时间也时刻 在提醒我们 不管是历史人文 名胜古迹 还是所有的传统文化 都需要我们去保护传承 好 感谢 贾里有刚才的演员安安 哎呀 感谢大家 那就先唱一句 苏珊离了红桐县 今天曾经的苏珊 可能离开了红桐县 但今天我们来到了红桐县 非常非常的开心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 然后建筑的话 也是动听的音乐 看到这样的一些房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更多的不是觉得说 它怎么这么久 而是会惊叹 时间赋予它 这样的一层魅力 然后今天的话 我们的老师 也带领我们去看了 很多的壁画 从壁画上 我们能看到早期人们的信仰 你看在求雨 对吧 祈求风调雨顺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大家 衷心祝愿我们国家 繁荣昌盛 以及风调雨顺 然后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就确实 还有个很大感受 就是没逛购 没逛购 对 没逛购 很多很多的细节 其实非常欢迎大家 身临其境的感受 文化只有当你看到的时候 才会意识到 你需要去重视 反正我今天看到很多壁画 它有点破败 甚至要脱落的时候 我会有点心疼 那么如果有大家说 没有来过山西的 您可以先来看一看 因为这有很多的文物 很可惜 其实不管你保护的 再怎么惊喜 它终将是要脱落的 所以趁它在的时候 多来 对 欢迎大家到红彤来 左遍天涯 红彤世家 好 下午免费啊 哈哈哈 感谢观看